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在什么地呢 发生在天津 过去我们老先生说这段时候准备贴上一张黄纸写上天津实事 枪毙刘汉沉 说明他的真实性 天津呢 离着北京很近 二百四十里 现如今开车很方便 一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很多人对天津并不是很了解 说这个故事之前 要先介绍一下天津的背景 什么时候有的这两个字呢 为什么叫天津呢 公元1400年 燕王朱棣 带兵扫北 跟朱建文争夺江山的时候 在天津这个地方屯兵 进南京之前从这走 觉得这不错 是风水宝地 随行的军事叫姚广孝 给他出一主意 说这个地方 您可不能轻视 日后 咱们进了南京打了天下 你也不要把这儿放弃 屯兵的好地方 给起了个名字 这个地方水很多 九河下授天津位 三道福桥两道关 他占一个金字 您打着过呢 您这以后就是天子 天子渡金之处 就是皇上过河的地 咱们起个名叫天津 后来在这儿呢 设立天津位 历史上才有了这个地名 很多人呢 喜欢上天津去 可是很多朋友也说了 说开车到天津呢 静迷路 不认识 到天津 想上小白楼转悠转悠 早晨九点 开车进了天津了 转悠一天 下午四点半 老家 我到小白楼怎么走 你得奔天津呢 这儿是哪儿啊 苍州啊 为什么天津不好走啊 北京城 天子脚下 皇城 正东正西 正南正北 只要方向对了 这胡托 这大街 你没来过 你能走 天津不行 这个城市是随着河的弯度走的 你非认准了 我不管那个 我就奔正东走 那你得水性好 要不然非颜色不够 天津的特色 在这个天津呢 有一个桥 叫做金刚桥 现在有趣的朋友还认识 金刚桥下 叫三叉河口 南运河 北运河 紫牙河 三条河 并排流淌在这儿 形成这么一个三叉河口 这是天津标志性的地方 过去来说 就这个河面上 三股河水并排流淌 颜色不一样 有深有浅 有青有浊 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一样 三股河水挨着各走各的 不混颜色 很神奇啊 这都是高科技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传说啊 在水下有一口 分水宝剑 分水剑 这口剑在河底下 把三股河切开了 这是天津的父老乡亲们 互相传送的一件事情 那么说谁发现的呢 想当初 据说来了一位南方人 到这儿来憋饱 在过去来说 经常有这个 老百姓爱说 说南蛮子憋饱 过去来说吧 南方人把北方人叫北垮子 北方人管南方人叫南蛮子 南蛮北垮子 反正不吃亏 天津过去竟传说这个 说这个南方人哪 好多地儿出这个奇人 这个眼睛很毒 哪眼一打就知道 什么东西不是普通的玩意儿 比如说俩话筒跟这儿站着了 来一南蛮子一瞧 这俩啊 这个出音 那个不出音 因为那后边没站着人 那也能成宝贝拿家去修炼去 或者掘开了 里边有金子 反正眼光很毒 天津这种事很多 你像过去天津这个 南门外有一个剃头棚 那这来说没有什么 理发馆什么的 就弄一小棚子 做点水 来人跟这剃头 也不吆喝 也没法吆喝 从来没见过剃头棚吆喝 站在门口掐着刀 哪位剃头 打我快水热 也涂了一个 没有 全凭什么呀 嘴是肉告是 上这来的人多了 这师父剃得好 人就多 可这家剃头棚与众不同 手艺其实挺一般 但是生意特别的好 后来来这么一位憋饱的男蛮子 一进这剃头棚就瞧见了 迎面墙上挂着一幅画 很普通的一张画 画上有这么一匹马 哪也一打了不得 这匹马是宝贝 这张画能古了 这是早年间的话 能古了 什么叫古了呢 就是能活了 别人看不出来 非他看得出来 半夜不睡觉 蹲在门口蹲着 后面有打这草棚子里边 出了一匹马 挂的挂的挂 头里跑 这种在后边跟着 跟出二里地 这匹马 跑到草地上吃草去 吃完就跑回来 又进这剃头棚 这种一跺脚 这是古画 这个东西了不得 我要把这个宝贝憋了 转天来了 跟掌柜就说 我要买你这画 掌柜就说 这不能卖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 多少年的东西 哪能轻易卖 不给 死说活说也不给 最后心说那得了 我要得不着 谁也得不着 那我瞧去您这画吧 您这画有毛病 说哪有毛病 说你这马呀 有一只眼是瞎的 拿手一直扑 把这马眼瞩瞎了 画上一窟窿 掌柜就一瞧 真瞎了 你挂好几年 我都没看见 说怎么话说 那得了 还挂着吧 打这起 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 这就叫南蛮子变宝 三叉河口以下 这口分水宝剑 就是这位南方的高人 瞧出来的 站在河边一瞧 为什么三股河水 并排而躺 其中 谁也不爱谁的事 这底下有一口分水剑 我如果说把这口分水剑 憋到手 从今以后我还了的吗 嗯 太好了 找人帮忙吧 就在三叉河口 这找了一个渔民 每天划着小船 跟这打鱼 哗哗一往下去 打鲤鱼 哗一往下去 虾哗哗 都吃鲫鱼 有卖菜 就说这意思吧 找着他 一天多少钱 一天挣不少钱了 天天打鱼卖鱼 这样吧 我用你一晚上 用你这船 用你这人 给你多少多少钱 给你这笔钱 够你一年挑肥 那渔民很高兴 来吧 正好是8月15 夜里边 俩人划船 来的何当劲 说您用我干什么呀 没事 很简单 你甭管了 你就坐在船上坐着 这不到河中心了吗 哇 跳下 渔民吓坏了 你这是冤枉我呀为了 啊 我把你送到这自杀的 你们家人告我受得了吗 没有 我下去 我找东西 一会上来 你笨呢 我借你那网 我一往下去 什么都有 你那网不管用 非得我自己下去 我这啊 有几样东西给你 你可别害怕 拿过来一瞧啊 拿纸糊的小旗子 小三角旗 有什么根棍 颜色不一样 有红的 有白的 有黑的 有紫的 有蓝的 五光十色 都堆在船舱里边了 说我下去之后 一会公分水底上来手 什么颜色的手 你就往手里边啊 递一个什么颜色的小旗子 你可千万别害怕 都递完了 我就上来了 啊 完事我加倍的给你钱 好那行 来吧 快去下去吧 下去吧 咕咚一下子 下去了 啊 等着吧 等半天没动静 于民心说 这是怎么了 这是 这是个疯子呀 我怎么听他的话呀 要我划船回去 我走了条上了 怎么办呢 等会吧 又等了半个小时 就这水底 就看这水来回的刀顶 紧跟着 出了一只手 啊 和咱普通人手一样大 红颜色的 啊 一只红手 手伸上来 冲着渔民的方向 指着指 那意思快给我 渔民吓坏了 我的天哪 手破了这是啊 拿小红旗子 塞在手里 手下去了 一口公子 呈 又上来 拦色的 比刚才个儿大 跟脸盆似的 这么大一大拦手 渔民的心 就哆嗦成一根 这太神奇了啊 给你这个 一会儿一遍 一会儿一遍 到最后 上了一只黑手 这手啊 跟着船一边打 扑就上来了 划船子差点没哭了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 在前这手一劲 冲他招手 那意思快拿来 快拿来 哎 我给你找啊 拿这旗 往里边扔 害怕 手一哆嗦 这旗 啪哒 掉到水里边 这大黑手 左一摸 右一摸 前一摸 后一摸 都没有 很绝望 挥了挥手 手下去了 水面上是风平浪静 一会儿功夫 飘上一死尸来 就是憋饱的这位 脑袋跟脖子 不长离一块了 渔民吓坏了 划了船 往回就跑 怎么呢 最后这小旗子 没递到 人在底下 拿分水箭给斩了 打着起 三叉河口 依然是风平浪静 这是民间的 一个小传说 可是有人说了 哎 正因为有这口 分水箭在天津城 才能够如此的平安 现如今大家了解天津呢 可能更多的是 从天津三角里边知道的 很多人到天津 这是必须要买 必须要吃的 炸糕 包子 麻花 十八街大麻花 炸出来这么大个 跟胳膊似的 打着卷 撒着冰糖 搁多少日子没事 搁着最大嘎嘣嘎嘣嚼 嚼去吧 越吃越酥 越吃越脆 当然了 得到十八街去买的真的 你跟街上买的不成 啊 竟是假的 狗不理包子呢 现如今可以说是四海驰名 据说国外也有卖 天津三角之一 为什么叫狗不理呢 当初有人纳闷 说这包子狗都不理 人能吃吗 还有它的原因 那有什么原因呢 光绪年间呢 有这么一个卖包子的 叫高贵友 啊 小名叫狗子 每天跟着卖包子 馅活的也好 一斤肉馅里边准时一两五千香油 一两葱 用鸡汤和骨肉汤来打这个馅 夜里打馅 啊 水馅包子上去去蒸 特别好 但是一个人连蒸包子 在卖包子 在收钱 顾不过来 怎么办呢 想一份 这搁上筷子 搁上碗 这搁上钱破了 啊 有人来买 把钱一扔 这儿是拿碗 拿什么 拿筷子 这就煎包子 所以他自己呢 又蒸又接替 什么都管 谁来都不理你 顾不过来 大伙说了 哼 狗子卖包子 是谁都不理 打着起 唠一外号 叫狗不理 生意是越做越火 到后来 袁世凯给西太后进贡 没什么可买的 烧了点包子 西太后一吃乐的 鼻子泡都出来了 太好吃了 啊 打这起 这包子算是贡品了 好多小买卖家也不服 一蒸包子的 老佛爷都这么喜欢 咱们也能想上办法 旁边有一点心铺 掌柜的跟伙计 说咱们也蒸 咱们弄东西 咱们弄一蛋糕 啊 弄一大寿陶 给老佛爷弄去 咱这包子这么小 老佛爷都高兴 咱们蒸一大的 咱弄八把金面 啊 八把金面 蒸一大寿陶啊 成框子果子杆往上泼 啊 拉到北京 找人送吧 没人管这事 搁了仨月 都长了毛了 后来西太后说了 说这八把金兽陶啊 就是团墙废物典型 唠了这么一句评语 还有这耳朵眼炸糕 啊 耳朵眼炸糕 大伙知道 好吃 各地都有炸糕 但跟他这比逊色不少 选料很精 为什么叫耳朵眼呢 因为当初啊 他挨着这胡拓 叫耳朵眼胡拓 本来有名字 叫曾圣城 太绕嘴 除了说相呢 谁背不下来 老百姓恨的 啊 得了 叫耳朵眼炸糕吧 好吃 可是有的外地人 他去了也不习惯 有一位一通门进去了 卖的什么呀 这炸糕 好 来四个 现在醋碟给我拿过来 吃炸糕叫醋碟 伙计就不爱看 你掃精掃精啊 没有 这不带那个 拿四个炸糕过来 刚出油锅的 这大爷拿起来 汤整个扔嘴里了 怎么进去 怎么出来了 啊 舌头都烫了 为什么 你们这个 我就看他乐意 这人 长能的吧 不长能的 吃炸糕烫舌头 啊 气坏了 出来满春问 哪有黑社会的啊 我灭了他 找吧 找爷流氓 耍胳膊龚的 给你多少钱 你去了 打他一顿 啊 你放过来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我去了 我连油锅都给他端了 啊 我等你好消息 你跟胡吐是等我吧 这种来了 推门进来了啊 光着膀子 绣了一身花啊 这什么二龙系猪啊 这什么这 这各种花啊 带鱼啊 带鱼啊 光花鱼啊 皮皮下都秀满了身上 卖水产的这是啊 往这一搜 拿炸糕来 炸糕 不要醋 我弟瞧不对啊 脸上带着馅呢 拿过来 拿筷子 每个炸糕后边 捅一眼 把热气放干净了 给端过来 这种拿几个汤 就搁嘴里边了 啊 心说我猛的一咬 还不得烫着我吗 烫着我找茬 就骂街大家 啊 长大了得烫 哎 扔进去了 嗓子还是太憨点了 又拿筷子煎了一个 慢慢的咬了一口 这口一咬啊 哎哟 就觉得甜丝丝 凉丝丝 油旺旺还不腻 太好吃了 好 来 再给我续一百个 一人吃了三袋面 吃饱了 出来了 那还等着了 怎么样 油锅炸了吗 喝 哎 炸能的去吧 啊 不炸能的吃炸糕烫的 哎呀 哈哈 天津三角的成长的历史 可是不短了 这些个呢 还不在话下 更多的是天津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 现如今说起来 大伙觉得可能会很有意思 啊 比如说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故事 枪毙刘汉臣 这个故事呢 发生的什么时候呢 一九二六年左右 一九二六年左右 才到春节的时候 主人公有一个人呢 大伙都熟悉 这人叫楚玉浦 曾经有听过白宗位坠楼的可能您有印象 楚玉浦 楚玉凤是亲哥俩 楚玉凤呢 是白宗位坠楼里面的主要人物 楚玉浦呢 是楚玉凤的亲弟弟 想当初 这位楚玉浦 那是直立都办 身份显赫 在天津来说 跺一脚四成烂颤 执掌生杀大权 原集是山东 山东问上的人 小的时候家里很苦 父亲早年去世 撒孩子 楚玉凤头大 楚玉浦杭三 二哥早年去世 俩小子跟着母亲过日子 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苦 家里穷得没辙了 后来一瞧 村里人呢 都出去逃荒去 那得了 咱们娘仨 别死在这 咱们也走 出去逃荒去吧 临走之前 楚玉浦到村子里有一个永安寺 到这来上乡 说菩萨呀 你保佑我们 我们娘仨啊 出去逃荒去 日后如果说我们混出院来 我小子还得回来 重修庙宇 再次无今生 磕了仨头 娘仨 离开了原籍 到后来 他得了事了之后 还真回到家乡 又重修了永安寺 那是后话 娘仨仨出来之后 到哪啊 来到了江苏沛县 威山湖畔 为什么到这来呢 因为自己村里边 县里边 很多老乡都在这 大伙呢 聚在一块 互相有个照顾 娘仨仨找了间破房子 跟这算住下来了 纸河为业呢 湖边上有点荒田 大伙跟这开荒 种地 俩小子有力气 天天呢 种个菜呀 弄个庄子什么的 可是好景不长 这个地方呢 也算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官兵的势力够不到 所以当地有很多的土匪 可能你这刚收了庄去了 刚打好了 那口子装得了 打那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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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八十个土匪 一条都打上包了 谢谢 我们车都拉走了 敢说别的 薅住了 丁光五四就打一顿 重一重 把腿就打残了 很多人都吃这种亏 一而再再而三 这天处于谱跟他母亲商量 说娘啊娘啊 我看出来了 这个种地不是个好英生啊 我找着新的工作了 好孩子你能干什么 我也当土匪吧 我觉得我和我哥哥有这个潜力啊 啊 这个妹妹可是不错 哎呦 孩子啊 你别胡说呀 那是犯王法的 又何况你们哥俩 生丹世故呢 干了这个 你问问街坊那哥几个干吗 啊 啊 多亏老太太教导他们 要不然哥俩就犯一大错误 啊 除了一扫就 三哥五就二大 你们都干嘛 大伙已经太好了 啊 来吧 咱们大伙一块吧 啊 看看看看咱都有什么武器啊 啊 大伙一看啊 大棍子三十来颗 啊 有铁锹 有锄子 什么都有 行了来吧 开始吧 土匪再来 他们大伙团结一致 跟土匪打 哎 也打过几回胜仗 赢了之后呢 把土匪扔的马呀 留下的枪啊 全拿起来 逐渐的就武装起来 在这个时候 据资料记载 楚玉普 对自己手下的土匪们 有几条规定 第一 同乡不许害 第二 孤苦伶仃的 不许害 第三 咱们也可以绑票 也可以去绑架人质 但是 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 破产的事 不让人家干 由于这几条 他在土匪里边 生育非常的好 很多人都愿意跟他干 他这个人仁义 事隔不久 有一件大事 让楚玉普露了脸了 在当地来说 有一个最有名的 大土匪头子 姓刘 刘大土匪 一招失算 让官夫逮起来了 马上就要问咱 楚玉普一琢磨 这不成啊 我们都是同行啊 我们得帮助他呀 我们要劫劳反欲 把他抢出来 这样的话 在当地我们可以 腰买人心 想得很好 带着很多人 都安排好了 胡拉操一下 都被县衙们去了 行 到那戏里咔嚓 把人就抢出来了 哎呦 大伙都佩服的 被抢出来这种啊 眼泪都下来了 说你为什么 要把我从县衙抢出来 我是为了救你啊 我是帮着你 可你没问清楚吗 我是县官啊 我这当着好好的县官 你被我抢了 啊 抢错了 那个 那 宰了吧 把这县官宰了 二次里倒反县衙 把这土匪头子弄出来了 哎呀 土匪头子感动坏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实指望我就活不了了 没想到你们把我救出来了 可是现如今说句良心话 我也不会再有什么作为 我的这些个手下的弟兄们 连人带马 带这些个兵器 完完全全都归你了 只求一件呢 啊 我的儿子日后 你来照管 楚御浦很难过 您不能这样说 我们愿意归乡 您 您怎么能脱姑呢 那不行 我就得这样交代 啊 你没看吗 我一进县衙门 他们打的我 两条腿都已经残了 我没有两条腿 我还有什么作为 尤其现在 俩胳膊也打残了 啊 我就是一肉咕噜啊 你说我还能干点什么事 没有别的啊 把我送了一个地方 让我养老 我的儿子跟着你 这么着 楚御浦带起自己的第一批人马 到后来 几经辗转 到张宗昌的手下 做了这么一个连长 啊 身份是越来越显赫 一直到后来 直奉战争之后 他的身份成为了副军长 最大的特点 他会腰买人心 有一次啊 坐着火车到徐州 前线上去给士兵们讲话 路过楚县的时候 说这儿也有您的弟兄们 您下来瞧瞧吧 好嘞 一下火车一瞧啊 士兵们都站好了 等着他讲话 刚刚说话 天降大雨 有这么一个小兵 啪 在伞打开了 给他遮着 啊 拿手一副了开 不用 啊 难道说大雨就另外一个人吗 难道说这些个弟兄们就不用吗 干在雨中给大伙讲话 讲了一个多小时 哎呦 这些弟兄们感动啊 嗯 了不得呀 仁义啊 其实呢 这是腰买人心啊 讲完话了 大伙一致热烈的鼓掌 他这才转身上了火车啊 告诉一声 往回开 感冒了 我 这人呢 还有一最大特点 重用相礼 为什么叫重用相礼呢 自从他做了官之后 凡是以前对他有恩的人 基本上都得到重用 比如说 小子时候 他跟村里边打架 啊 把人打了之后 他跑 结果呢 躲在一个小学校长的家里边 人家把他藏起来了 到后来 他做了直立都办之后 这个校长被派到了清源县 做县长 报当初的恩 这种啊 可以这么说 有这么几件不知道的 第一 多少兵 他不知道 啊 第二呢 有多少钱 不知道 第三 有多少媳妇 不知道 没输了 只要倒一个地儿一瞧 哎 这个小女儿长得可漂亮啊 这就拉过来拜堂成亲 这就是他媳妇 从这一走 可能这媳妇就扔了 就不要了 所以说媳妇有多少 自己都没准数 啊 军中呢 也没有专门负责统计的 所以这成为历史上一个谜 啊 据说呢 在河北的时候 啊 曾经啊 还看上一个 采钢丝的杂技女演员 实料记载是真的 很漂亮 当时有一个盛大的什么宴会 宴会上有人给准备了各种的 什么这个演出的 他一瞧 和这个小娘们聊不定 他能在那个钢丝上那么多啊 这点壁伙枪啊 我上去肥掉下来不可啊 我娶了他吧 叫下来 姓什么呀 啊 这姓狗 姓这个姓呢 叫什么名字 叫学芳 狗学芳 行了 别走嘞 留下吧 咱们是两口子了 哪就两口子了 这啊 就留下来了 两个人呢 就在一块住 没两天 狗学芳跟他说了 你看咱俩人都两口子了 给我弟弟找点事干吧 你弟弟叫什么呀 叫学人 狗学人啊 咱们学的会吗 咱们说这话 你给我弟弟找点事干 你把他找来吧 找来了 往这一站瞧 这母人狗里狗气的 你这个面起的挺好 跟这个人很相似 你能当书没 别的也不会 我当个官吧 当个司令什么的 那是不可能的 我还没当你 你这儿吧 你先当个班长吧 从班长一点一点的 往上嗷你就行了 行 给送到下边 当一班长 什么都不会 顽固子弟 来在这儿一瞧 这屋里都站好了 几个大头兵 这儿就副班长 来来来 班长讲话吧 狗学人往上一干 弟兄们 从今起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也不是班长 他也不是副班长 你们也不是士兵 从现在开始 咱们是亲戚 估计几个兵高兴啊 亲戚啊 一家人的 这儿谢谢您 咱今起 我就是你们的爹 一直在副班长 他是你们的娘 一直大伙 你们都是我的儿啊 副班长 你听什么来这八糟的 一弄嘴抽的 一上来呼噜呼噜呼噜 大伙都打 正打着呢 又打外边 厨余普来了 怎么呢 这也算小舅子 这桥子怎么回事啊 来到门口 听屋里正叫唬呢 出了一兵 这儿一警戒 没事没事 屋里走不去了 怎么这么热闹啊 没事 有点家屋事 什么家屋事 我进去看看 您不能看 您不能看 我怎么就不能进去 什么事啊 那个 我娘带着我兄弟们 打我爹那种 有这么一个主 糊里糊涂 他在天津的时候呢 做直立督办 好这权力可大了 生杀大权 想让谁死 谁得死 想让谁活 谁能活 瞧谁不顺眼 汤一枪就打死 草菅人命是无法无天 当时呢 正好是1926年的年底 天津城快过年了 街上到处啊 喜气洋洋 而且那会来说 像南市三不管一带啊 割管楼台 灯红酒绿 大饭庄子 什么戏园子呀 特别的热闹 每天晚上 出来玩的人 特别的多 哈 这有听大鼓的 这有听巷声的 啊 这有听书的 哎 这呢 有听戏的 当时呢 有很多的大园子 但是这天晚上 发生在新明大西院 这件事情 可以说 值得记载下来 新明大西院呢 现如今叫人民剧场 最早叫夏天仙 那会儿叫新明 掌柜的 叫赵广顺 赵掌柜的这几天 特别的高兴 为什么呢 尤打江南 刚接了一位旗派文物老生 叫刘汉臣 跟这唱戏 园子里边关了铁门了 什么叫关铁门呢 卖着满座了 楼上楼下 连家座都满了 就跟咱们今天这意思似的 啊 你来晚了 你进不来 没劲做 新明大西院 楼上楼下 卖个满堂 这位刘汉臣 能力太大了 文武老生 而且惊呼拉的也好 台上还能自拉自唱 谁徒弟呢 麒麟同周信芳先生的高速 那是了不得 齐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 那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而且来说 在舞台上来讲 角 腕 艺术家 这三者 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而且这三者不是一回事 有人说了 角就是腕 腕就是艺术家 这不对 三者各不相同 最简单一点的可能是腕 为什么呢 腕啊 过去这是江湖黑话 啊 江湖上的银语 现在如今用不着了 现在如今有时一说大腕 哎 什么意思呢 腕指的是名气 大腕有大的名气 这个简单 名气未必是舞台上得来的 可以用别的方法得来 但是在舞台上 腕不代表着能耐 角代表的是能耐 什么叫角 舞台上的中间力量 有他撑起半个场子来 观众来冲他看的 过去来说 咱们听马力量去吧 咱们听程燕秋去 听寻慧生去 说像也是啊 咱们去看马三立去 其实马三立那团里边好绝多了 这是实话 为什么呢 绝不容易得 至于到艺术家呢 就更了不得了 必须在本行业有建树 有自己的贡献 特殊的能耐 中国向上界到现在为止 比如说我们整个全中国说像 龟拢包堆 大伙最后一过罗一筛 能选出俩艺术家来 那说明这个行业就了不得了 你趁俩艺术家还要了得 大师几乎就没有 知道吗 现在当然简单了 是吧 艺术家自个儿就能够叫 是吧 你觉得现在来说 你无所谓 你爱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可在那个年头来说 可不这么简单 齐林同 够艺术家 有这么一年 周老板 周信芳 到武汉去演出 这个园子叫天乐园 来到这儿 场场客买 那是享誉大江南北 旗派创始人 文武老生 旗老牌 谁不爱看 都爱看来 有这么一天 周信芳跟台上演戏 好几个地方 周先生觉得不对劲 怎么呢 他的表演 不同于观众大陆的表演 演员们都一块学 都这么唱 围住他自己很多地方 有独特的表演 为什么自成一派呢 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在上海 大伙对这些个很熟悉了 到了武汉 有的观众还不熟悉 人的名数了点 没看过 知道有个齐林同 多多的能耐 没瞧过 咱们瞧下去吧 好真好 具体怎么好 未必琢磨怎么透 所以很多好的地 没人叫好 齐林同心里 咯噔一下 武汉哪 细尼们应该是内行 这几个地方 为什么 他们闹不清楚 一个叫好的都没有呢 心里很别扭 可就在这会儿 就觉得台口以下 有个小孩 好 他喊了声好 齐林同在台上 拿眼一扫 溜着边那柱子旁边 站着一小孩 十二三岁 大眼睛很精神 都不叫好 他叫好 而且每逢这个结构眼 就是他喊 周新芳心里 咯噔一下子 难道说这孩子 他懂吗 不由自主的 对他就多了几分印象 连演了很多天 每天这孩子都来 都上这喊好来 齐林同散来戏 跟后台的人说 给我找那孩子 找这叫好的孩子 大伙还劝着 别跟小孩一边见识 你们知道什么呀 你们知道什么 不是您怎么 您这么大 您跟孩子上令 打他是怎么着 打人家孩子干嘛 我找他 他懂戏 打出人找去吧 没地找去 散了戏 这么些个孩子 这么些个人 哪找去 没地找 这天早晨 周新芳出去喊嗓子 跟前呢 带着几个随从吧 来事说 来这么些日子了 每天演出很忙 您就没出去 逛逛街 我们带着您 咱们顺着这 往前走 咱们六个弯 好吧 一边聊聊天 一边就往前走 走来走去 就瞧前面一帮人呢 围着一个圈 圈里边有人唱戏 只愣耳朵一听 哎 唱的这是我的圈 这种唱圈 只有我这么唱 棋派的特色 哎 有意思 就往前来 站在人群外边 往里边一瞧 人群里边有个孩子 带着个小鬼脸 手里拿着一根小猪根 拴着很多岁子 当马鞭 跟这正唱戏呢 抬手动脚 这一比划 周新芳 大家心里就爱上了 太好了 这个孩子 教学生教了这么些个 没有这么一个有天赋的 这个孩子 我要是教他 他准能成 不要自主的高兴 好 他喊了真好 小孩把这个面具一摘 一瞧是周新芳 当时愣住了 哎 认识 当时脸疼就红了 木头 登登登登登 冲出人群就跑了 周新芳 快追啊 快追 就是他 哎 您别 您怎么了 饶着你孩子吧 饶着 你们怎么糊涂 我喜欢这小子 哎 各位 你们这看热闹的 你们知道这孩子吗 大伙可都认识他 哎呦呦呦 周先生 哈哈 您怎么出来溜弯啊 您问那孩子 我们知道啊 您还用上街人找的 教室跟园子 天亮园啊 啊 他妈跟着老虎灶 烧水的 哦 姓什么呀 刘嫂吗 姓刘呗 您问问去吧 那他的小子 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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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园子 找到了剧场经理 你带我上头本 找这刘嫂 不是 您找他干嘛呀 他是烧水的 对 我就找他 哦 好 来 您来吧 带着周信芳 来着前边 啊 一瞧这个女人呢 跟那正忙活着 蓬头垢面 我说刘嫂别忙活了 那个周先生看你来了 哦 是啊 站起来 擦擦脸上的汗 一瞧这个人呢 是个落魄的人 为什么呢 他望着一站 说话的意思 脸上的表情 这种从骨子里 冲来的气质 不像酒瓶之人 一瞧这个女人 这个意思就不一样 啊 哦 周先生 您找我呀 这字也太脏了啊 哎 没事 刘嫂啊 我问问您 这个 您有一位 令狼公子吗 哦 是 有这么个孩子 啊 怎么了 招您生气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哈哈 我周某人呢 走遍了天下 有多少人跟我学习 但是啊 我不是很满意 为什么呢 天赋啊 未必合适 啊 而且来说呢 有的人天赋好 他又不用功 像您这儿子这样的 可是不容易 我有意 收他为徒 教他能耐 您意下如何 心事说 我一说出来 你就得答应 你没个不乐意的 啊 天天跟着你这儿 烧水又什么出去 孩子跟着我就了不得了 没想到这女的一摆手 算了吧 周老板 我谢谢您的好意 我们不敢高攀 啊 旁边剧场经理都傻了 心里还有这个人呢 啊 你这怎么了这是 认头让孩子 就跟你添这么混吗 嘿 我说刘嫂 糊涂啊 啊 周老板难得说这个话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你怎么了这是 您甭劝了 我们觉着还不太合适 周信芳一听 这话里有话呀 刘嫂 到底有什么顾虑 您说说吧 周先生 如果说孩子跟您学习 当然是件好事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也不用再受罪了 看有一样 周先生 我问您 是学习的都能成绝吗 这话说的在理呀 周信芳心里一听 呵 暗暗的调大妈哥 佩服这位刘嫂啊 人家说的话有道理 唱戏的都是绝吗 就跟戏笑似的 这一批出了四百来人 正当中唱绝就俩人 剩下都是哦 啊 龙套他也有人干呢 是吧 人家问的好 我儿子跟你是 能消除绝来吗 嗯 要咱们打琴就跑龙套 我们不干 周信芳仰天长小 哈哈哈哈 刘嫂啊 好 您说的好 是这样 收别的孩子 我不敢打包票 唯独您的另栏功夫 他只要是跟我学 没别的 我保证他成绝 如果说他不成绝 没别的 我养你们娘俩 这个后半辈子 去场经理一听 周先生 我儿子也想学习 你去忙吧 去忙吧 去吧 去吧 刘嫂 你看咱这事呢 周先生 您这话当真 不错 我周信芳 顶天立地的汉子 我说了就算 好 您等着 这女人出去一会儿工会 被儿子找回来 叫着刚才唱戏那小子 啊 站在这儿大眼流惊 看着周信芳 过来拿手艺拍着脑袋 小子 你真是个好材料 刘嫂拿手艺服 我儿子跪下 给你师父磕头 小孩跪着去 当当当 磕了仨想头 站起来 您是要教我小唱戏吗 是这孩子 你愿意学吗 我愿意学 好 经理啊 从今天开始 你这样吧 你每个月 给刘嫂啊 开固定的钱 我来提供这笔费用 孩子就跟着我 其他的事 你就甭管了 那我那少爷 再见 再见 有打这天开始 小刘汉臣 就是这个孩子 父亲早年去世 留下他和他母亲 两个人过日子 名字叫汉臣 打这儿起 跟着麒麟筒 每天呐 伺候着上场 伺候着下场 忙活着一切 没有一样啊 后台的人纳闷 就这孩子 跟着齐老板 出了进去 跑步颠颠 可怎么没听过 周先生教他呀 这行都这样 这一跤到哪 早上起来 去 喊嗓子去 去 唱去 背去 可是这孩子听不见 也瞧不见 同志大伙周信方说的 把那唱一遍 来 有闲过来 吊吊吊 没有 没有过 而且这一下 就是八年 八年之内 都没听这孩子 唱过一句 也没瞧周先生 给孩子说过一句 戏班里 这风言风语 就起来了 周先生这怎么了 这是 这么好的人也干 糊涂事 说句良心话 这孩子他妈 不是这么好看 知道吗 真的 什么都不如同行之间 说这话 坑人 最缺德了 知道吗 你看他瞧什么了 这是 你看那女的长得 脏不呵呵的 周先生怎么了 嗨 你哪知道这个 周先生大老板 什么顺眼都没见过 他不得姐姐腻吗 是不是 反正这废话 就不够他们大伙说的 这一天 剧团演出 头演出之前 周先生 闹嗓子 听过棋派唱枪的 您都知道 知道什么呢 秦先生的嗓子 很嘶哑 这是当初年轻的时候 长期演出 累着 把嗓子累坏了 按说嗓子这样的人 干不了这行 可是人家周先生 高就高在这了 别瞧嗓子不好 越这样 我越得唱 而且要唱出 跟别人不一样的来 这才创造出 棋派唱枪 可是到这会儿啊 感冒发烧 要排连台本戏 天天要跟弄不景 指挥大伙做服装 一累啊 累得过分了 嗓子是一字不出 他着急 后台着急 前台也着急 为什么呢 水牌子贴出去了 麒麟同今天晚上 全部的 红松列马 由打彩楼配那开始 唱全了 大红松列马 买票的 冲着麒麟同来的 看吧 可是嗓子哑了 怎么办 说吃药 弄一松花 搅碎了 开水打开了 喝 都不管用 麒麟同玩 命的琢磨 这嗓子怎么了 难道说有人 陷害我 啊 过去来说 这个跟包的印厂的 都很主要 尤其唱戏的 这绝后都跟一个 端着胡的 为什么呢 这把胡 轻易的不能撒手 啊 你知道谁暗害你啊 白块马掌戈里边泡着 啊 嗓子就回去了 过去还有这个 说白马汉 大白马一出汉 拿铜钱 从马身上挂下来 搁到茶壶里 喝吧 喝完就不出音了 啊 种种方法 都有迫害你的 那么说 我没有 我的跟包的 印厂的 一时一刻 没离开我 我没吃别的东西 嗓子怎么回事 真着急啊 嗯 尤其前台 这经理跟后台管事 为了周先生来回转去 怎么办 票卖满了 嗯 这么些观众 到时你要说回戏 今天晚上不演 让大伙退票 观众一着急 能把园子砸了 怎么办呢 啊 这不要了命了吗 戏班的就有这个 跟周先生不对付的 人家这怎么办呢 啊 那怎么办呢 贴出去了 齐老牌 人家是冲您来的 我们大伙是指的 您吃啊 嗯 您得赏饭呢 你这个碎碎的话 这个片汤的废话 啊 越这么说 周新芳心的 越起火 怎么办 正没辙呢 一旁边刘汉辰过来 师父 我替您唱吧 周新芳轮圆了之后 啪 就这大嘴巴 打的刘汉辰呢 啊 转了俩圈 一无脸 觉得脸都木了 周先生这嘴巴 打的不是徒弟 打的是同行同业 这些个说话 不像人的人呢 怎么呢 脑恨你们 火上加油啊 拿手一指徒弟 你才多大 啊 你敢接这个科 出狼眼土大话 啊 你不知道自己的藩领吗 这一生气 两旁边更高兴了 太好了啊 您别这样 这孩子不错 哈哈 你别想这么些年 没听着唱过 我确实错不了 哈哈 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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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错不了 给他办戏 给他办戏 啊 下午三点给孩子办戏 就说人们多坏 旁边后台有管事的 现在讲话 就是后台的辅助人 喊臣呐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情关系重大 你到底是不是真有把握 还是一时糊涂 疼失心切 看你师父着急 你疼的话 要真是 咱不提了 如果说你是有能力的话 你讲在当面 啊 先生 没有别的 我说 不就唱戏吗 我想替我师父一场 您看行不行 大伙加了 行 行 行 你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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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信方用手点指 各位 今天话说到这儿 没有别的 我今天嗓音湿润唱不了了 我徒弟要替我唱一唱 可有一样 你们大伙都说他行 真到了台上 有个洒汤漏水 算谁 算我们的 算我们的 大伙一个加秧子 您甭管了 错不了 这孩子聪明 别看这齐本年没唱过 我认为他不错 那来吧 管事就说 孩子 你真行 假行 您甭管了 如果是我砸了 抱着脑袋 滚出离元孩 打这起 我再也不唱了 好吧 门口戳牌子 周信方 嗓音湿润 由弟子刘汉辰代言 不愿看 前台退票 前台搁一帐房 桌子 谁不看谁这退票 当天晚上 后台比前台还热闹 大部分人等着瞧 瞧什么呢 瞧这场热闹 倒要看一看 刘汉辰水平如何 有打前面开始唱 别摇什么的 扎靠啊 后边登店呢 混网啊 从这到尾都唱全了 这叫大红宗列马 唱全部 周先生亲自给徒弟 把着厂子 开始的时候啊 好多观众说 这影像都来一趟 这会儿退票回去也没劲 咱们这儿 咱们坐下先瞧瞧 如果说好 咱们就看 不好 咱们再退票 再起哄 好吧 坐这看吧 都坐这了 啊 有打 贫贵别摇 就这一起吧 大伙傻了 这孩子太好了 而且是真重 哎呦 园子里边都炸了 都四底的叫好的声音 好 武汉的观众懂戏啊 喊的都是结果眼上 周新芳心里高兴 哎 我徒弟比我强的多呀 啊 当初我唱的时候都没这样 啊 不错 简短结束 这场戏 算是唱起来了 哎呦 前后台 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 有高兴的 有难过的 有别扭的 啊 别扭的是因为这孩子没砸 啊 喝闷酒 你这没砸你这事闹 不做呀 事事难料着啊 咱什么人都有 转过天来 啊 赶紧找大夫给齐琳同去看 有这么五六天 哎 嗓子又回来了 接着再贴 还是齐琳同唱 这孩子还是夹着 跑前跑后 可是剧场经理就发现一个事 很奇怪 自打换了周信芳 掉座了 原来卖一千 这回可能卖八百 哎 这怎么回事呢 连续好几天 别人有人不注意 周信芳心里明白 啊 我明白了 这是因为我徒弟唱得好 把观众的腮帮子勾上来了 既高兴啊 心里边呢 可多多少少的 也有一点难受 为什么呢 徒弟师父同场演出 如果说徒弟风头太盛的话 对师父是一个打击 啊 所以说齐琳同先生呢 心里边多多少少的 也有点别扭 哎 这会儿功夫 留打天津 来了约绝的了 天津 新民大喜怨 派人来了 请周先生 您到天津去演出 快到年根了 啊 我去不了啊 我这边有合同 不要紧的 差多少钱 我给您添上 请您 到天津去唱去 啊 说这个 真是不行啊 不过你要是 玩的命的非让我去呢 我都有个办法 我有个徒弟唱得不错 让我徒弟替我 去到天津唱一个月 哎呀 约绝弟听着直作牙花子 你这玩 我们请的是周信芳啊 谁知道哪一个叫刘汉辰呢 嗯 您说的不错 您是他师父 你夸他呀 真把他叫到天津唱杂了 怎么办呢 哎 这样吧 管事的 嗯 我安排他唱几天 你呢 连看几天 把他的戏瞧一遍 瞧完之后 你心里踏实 你带他走 如果我说不行 咱们再想办法 好吧 出水牌子 出刘汉辰的戏 啊 连出了四五天 管事的来到后台 告诉周先生 先生 坐着我上来了 是啊 买一千多 好 我的徒弟 又出去 嗯 照顾人家天津约绝的吧 让人家看吧 简短揭说 连看了多少天 啊 最后一天看完戏 散了场之后 找一大饭店 摆好了韭菜 对面一坐 怎么样 觉得我徒弟怎么样 哎 什么也别说了 周先生 希望下次您有机会再去啊 好吧 这么说 咱们这事算是定死了 好 明天吧 明天到我住的那个 那房间那去 咱们把这事说一说 好 转过天来 把戏班里所有的人 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 都请到了一起 往这一坐 这边坐着天津的管事的 啊 约绝的这位 周先生站起身来 喊臣呐 师父 哎 好孩子 没给师父丢人 啊 师父很高兴 嗯 咱们这孩很难呢 十年出个状元 二十年未必出个好戏子 像你这样文武带打 哪都好的 师父我没见过 你肯定能够大红大色 这次天津约你 师父给你谈的 这不吗 约绝的在这儿 同志大伙 我要把话都说清楚 第一 从今天起 刘汉臣出师了 满图了 啊 现在说就毕业了吧 啊 出师了 走到大江南北都可以提 是我周信芳的徒弟 我承认 第二 管师大咱们说好了 我徒弟到天津 你请我多少钱 你请他就得多少钱 短一毛 我们都不去 事您放心 跟您说实话 比您还高一点 啊 你坐着少说话 你坐着 好 这事呢 算你疼和我们爷们 我把我的细箱 分一半给你 啊 分一半给你 呃 带着东西走 有很多私房的东西呢 是师父我用的 我也分给你 滚鸡啊 莽啊 窥头啊 你记着样子 拿 拿够了 你用的啊 呃 到天津之后 你安排 我让我徒弟坐着船走 到天津 唐公 一下船 你安排人 上那去接去 啊 一定这个声势 要做的最大 而且演出之前 前五天 渴得天津位 到处给我贴满了广告 啊 把细胞刷遍天津 让人都知道 来了一个叫刘汉辰的 你要做到了 之后我谢你 你要做不到 从今往后 我周信芳 不去天津演出 您不管了 这些我来安排 好 孩子 你现如今也不小了 头一次 出出江湖 这是 刚出道 西班里的饭呢 你是刚吃上时间不长 你可记住 这行里边 好人不多 坏人不少 处处 你要谨慎 而且我还告诉你 不能惹祸 咱们出不起事 孩子 别人都能惹祸 咱们唱戏的 不能惹祸 而且你还记住了 千万不要在 女色上翻了船 倘若说我要知道 你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 绝没有师徒的情谊 你记得住吗 师父 我记住了 好 安排人准备东西 送刘汉晨 下天津 谁跟着去的呢 哎 整个周老板 这个西班里边 摘出一部分人来 李子老生啊 什么二路青衣啊 这些的 给他摘出一部分人来 包括上下手的人呢 得够他开戏的 剩下有的下串呢 配角呢 可以在天津当地去约 都准备好了 刘汉晨的母亲 也得跟着 老太子这会儿 不像当初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每天呢 照顾着孩子的起居饮食 而且他的母亲 像当初呢 也是大家的闺秀 经得多 见得广 有他跟着好多事 能料理一下 另外呢 这刘汉晨 预备一个跟包的 叫阿三 是个上海人 非常的精明 得预备一个呀 因为什么呢 好多事不能唱戏 大老板 自己出去直接面对呀 必须有一个跟包的 由他来安排这些事 见谁呀 不见谁呀 明天拜访谁呀 谁来拜访了 怎么说 得单有这么一位 包括台上台下 他俩安排 都准备好了 送他上船 临上船的时候 周新芳眼泪掉下来了 孩子 此一去山高路远 我望你好好的珍重 他年相见 你我师徒是后会有期 孩子 我很希望你别出事 刘汉成跪倒在地 腾腾腾磕了三个头 师父 我师父 您就如同我的亲爹一样 这些年教我做人 教我唱戏 徒弟我铭记在心 您放心 我绝不给您丢人 站起身来 擦死眼泪 上船走 哪知道这是师徒二人 最后一次见面 刘汉成去天津 就再没有活着回来 坐船来 再了天津下了船 这人都满了 都是这位赵广顺赵经理 新明大习院的老板安排的 多的岁数都有 都跟这站着 六七十的七八十的 五六四的七八四的 举个小鞋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这让他欢迎谁呀这是 这不是起哄吗 这不是 接到了下榻的旅馆 整个天津味 大小的黄纸条 全沾上了 刚接来 玉满江南 旗派文武 老生 这个刘汉成先生 某年某月某日 几点钟 什么戏 新明大戏院 没人知道 他头一次来 刚出课 谁知道他呀 唱戏就是这样 背得有名望 名望在外地来说 是最管用的 哎呀 不认识 你知道刘汉成 我不知道 没听说过 可是你瞧 新明大戏院 这次的意思了不得呀 啊 天津哪都贴满了 这都是 昨天我回家 文武床还贴着 啊 人事闹的 啊 咱们得瞧瞧啊 瞧瞧什么叫刘汉成呢 头天什么戏 呼 头天楚汉相争啊 楚汉相争 咱们这没人唱 那当然了 这是人家南方海派的戏啊 啊 楚汉相争 齐林同的戏啊 这说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 胡说八道你呢 啊 不知道不知道 咱看戏得了 对对对 咱们看戏里吧 越传越热闹 越传越热闹 还差三天 这戏啊 都卖满了票了 整个园子里边 没有富裕票 到这天晚上 打炮戏头一天 呼 楼上楼下 呀呀叉叉 都是人 啊 楚汉相争 刘汉辰 前边演张良 后边演萧和 头里是鸿门宴 后边呢 是这个追韩信 哎呦 往台上这一走啊 台底下这碰头好啊 好啊 这是天津观众的特点 你头一次来 见你头一面 虽然不知道你能耐如何 但是要让你有面子 啊 先喊喊好啊 把演员接上来 那么再往后 你只要台上看得过去 这个好事唠不下去 当然了 一小鸟不卖力气 或者能力真不行 底下是真起哄 啊 田津观众的特点 可是刘汉辰打上场来 观众是特别满意啊 太好了 啊 唱得好听 身上脸上动作表情 做戏 无一不惊 呼 去场里边叫好声啊 此起彼伏 韩辰心里很高兴啊 在后台 这个 跟包的阿三 拿着小泥虎 老伯 老伯 来来来来 来 印仓印仓印仓 印仓 伺候的特别周到 头里边张良完了 后边要赶这个萧河 啊 换萧河筋 换这改良的关筋 有打上场门 一出来亮住了馅 一抬头 啊 就在下场门这边 二楼的包厢 啊 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站着身 拿手扶着栏杆的 盐子 往下瞧 瞧刘汉辰 刘汉辰亮相 往上看 四目相对 刘汉辰这心里边 咯噔一下子 二楼啊 站着一女的 要看这年纪啊 也就十八岁 穿着达板呢 像一个女学生 旁边站一老妈子 这女学生站在这 扶着这个包厢这边 啊 身子欠起来 没坐着 她来的时候 开始也是漫不经心 啊 随便看一看吧 看完张良 坐不住了 站起来扶着往下瞧 一探声 跟这儿 正好瞧就上场门这儿 四目相对 这女的没说话 这眼睛说话 啊 眼里边好像说呀 谁这说的什么是吧 反正眼会说话 汉辰就觉得咯噔一下子 你别瞧 也二十来岁的人了 没接触过女性 为什么呢 师父看得紧 天天除了唱戏就唱戏 回去呢 妈又看得紧 啊 没在外边说接触过 交个朋友啊 搞对象 没有 可是啊 这么一亮相一眼 瞧起来 心口窝 觉得慌得很 心灯灯跳 为什么呀 太好看了 那有的时候 您瞧这女的啊 抹着一脸粉啊 早晨起来来四斤粉 一壶咯 画眉毛 画眼 画口红是吧 觉着挺好 倒不如什么都不画 哎 这个女的什么都没画 博士之粉 淡扫额眉 穿一身学生的衣服 好像一个大家闺秀 家里很有钱 带着老妈子 出来看戏来 啊 心一慌 可是马上 又震惊下来 为什么呢 还唱着戏呢 他唱他的 上面这种 站着一只桥子 一直到追寒信 这一出场 有一吊毛 啪一下子 吊毛这飘 帮起裂高 底下观众 叫好声不断 这儿躺下来 有人过来望去 一掺 再瞧 二楼这女观众 一伸手打手上 摘起一钻戒来 拿过一块手绢 包好了 寄了一死疙瘩 有人把刘汉成 刚扶起来 站起来 要跟韩信说话 一抬头 又打上边 把手紧包扔下来 那个年头 兴着了呀 看着观众 一瞧 演员这么卖力 心里高兴 无法表达 自己这种心情 这叫捧鸡 金鸡也摘起来 挺好了 啪 镯子 啪 反正我这么些年 是没遇见过 现在可能也不让 其实让啊 让 这叫什么呢 这叫捧鸡 啊 台上 这东西扔到脚底去了 旁边 阿三过来了 那么说 过去呢 跟包的能上台 没问题 那个年头就是这样 不像现在似的 换个景 上个桌子 都是拉伸二目 后面的话 那这是 名场的都是 啊 鸡要跪去了 有人拿个椅子 这啪扔着 咕咚的一跪 这一站起来啊 一蹬这个灯 又扔走了 啊 就是唱一半 一扭头 跟包子上来 这喝水 啊 据说过去还有这个 有一位女演员 唱玉堂春 啊 后边做着小声 她跟前面这跪着唱 啊 唱两句呢 跟包子 前面给搁一凳子 上面搁一茶壶 唱两句喝一口 唱两句喝一口 啊 过去兴着 捧绝嘛 你再捧得起 你像现在你说 谁 钻戒戒指 没事瞎扔啊 啊 能这么扔的 不是一般人 过去捧绝来说 单有这么一套 啊 身份不一样 有的是因为 太喜欢演员了 啊 就是愿意交朋友 但也有的 有那些念的 有别的想法 包括曲艺界 过去我说 讲捧这个 捧唱大鼓的 啊 我也听老先生 介绍过这 大爷做的高兴 喝 唱大鼓 唱太好了啊 明天请吃饭吧 请吃饭 你得去 不去不行啊 过去那恶霸 土匪 地痞的也多 你不去 别把园子砸了 包括我小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咱们 唱京运的老前辈 老太太 咱别提示谁吧 你们俩聊天 老太太告诉我 好孩子 好好笑吧 你遇见好年头了 我们小的时候 那会儿多缺德呀 啊 那原文会儿 那恶霸 唱完戏上上架去 啊 打牌 完事就不让走了 啊 糟了多少演员呢 啊 您去过吗 哎 不去行吗 这事很多 这一请吃饭 你就得去 但是 这里不有买吗 啊 你瞧这请客这主 啊 自个儿还登自动车去的呢 再瞧人家 请的这个畅大鼓炼员 啊 比如坐汽车 坐洋车来 来到这儿 上楼吃饭吧 你摆上菜 不动 跟你不动 跟你聊几句天啊 聊差不多 今儿还有事 哗一打开包 啪啦一下子 先掉下两袋钱来啊 捡起来之后 这袋啪摔在桌子上 结账 不用找了啊 让你知道这儿 你要花不起这个钱 你就别再想别的 这过去的办法 捧绝嘛 今天这种 就是啪啦一下子 扔一手进包 台上得唱他的啊 演员来说 你不能还要捡去啊 啊 这样 哎 哎不行 这不可以 啊 旁边这 捡场的 或者是跟包的 捡起来 散热戏 拿到后台 老板 你看一看啊 这是这个 扔下来的 打个一瞧 一算计 晶莹剔透啊 半斤左右 手劲半斤左右 哪有半斤这么大的啊 刘汉晨连看都没看 给老太太拿去 哎 拿到后边 给老太太去 老太说 这怎么的了 这是啊 不是今天那个台上 人家扔的这个戒指吗 老板所有给您看一看 拿过来吧 老太太拿过来戴上了 挺好 第二天 又来了 啊 这一上场 九龙口一亮相 一抬头 他又跟那站着了 而且今天 汤汤摘起俩戒指来 过好了 啪 这边一扔 打这边包厢 摔一茶壶 戏园子里什么事都能发生 啊 这边要人扔啊 一抢那儿扔 咱们也扔吧 啊 也有爱刘汉晨的 你想着 前场什么观众都有 啊 这边有一大姐 我也扔吧 再戒指弄好了 镯子都过里边 啪啊 前三派又站起 我也扔吧 骑着喀喀 台上都是啊 把阿三累了呀 一包一包的 这么些东西 不能都给老太太 我自个儿留一大只包 把大包塞怀里了 剩下给老太太送去了啊 回到自己窝 阿三打开包 这谁一直歇着 简短结说 有打这儿 连着十天 就这女的来的十天 往台上扔了十天的东西 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个镯子 有一天里边是一根小金条 什么都有 刘汉晨这心里边啊 就当回事 跟这阿三就说 我说 下次 如果说再有扔的 剪完之后 不许拿到后台 你看看前面是谁 你到头里找他去 你给他送回去 他看戏买票 他扔东西算什么 绝不可以 哎呀 老板 你看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听我的 我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吧 转过天来 又唱戏 跟昨天一样 他又扔东西 阿三捡起来 蹬蹬蹬蹬 奔前面去 按这牌子 找到这 一进包箱 一瞧这姑娘还跟那站着了 老妈迎出来 哟 您找谁啊 哦 我是刘汉晨老板的这个跟包 我叫阿三 这个老板讲了 这个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子破费了 这个包在这里 来来来来 放下包 转身要走 这姑娘说了一句 哎 你等会儿 哦 小姐 有什么吩咐的吗 嗯 刘老板让你 拿回来的 啊 是啊 老板讲了 讲您这些日子很破费了 不能让您再花钱 啊 您还是收回去吧 哎 我麻烦你点事行吗 啊 萨克斯提 啊 这个 我想请刘老板吃顿饭 您看行吗 哎呦 这个 这个要 要回去讲一下的 啊 你听我的消息吧 哎 好好 好 那您收来吧 好 那我就走了啊 啊 给你这个 谢谢啊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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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呢 阿三心说 这是外行啊 你得吃它呀 啊 喜欢刘老板 好极了 啊 我能做到 但是不能轻而易举 让你见证 回来之后 没提这事 简断结说 又唱了三天戏 这姑娘这三天又来了 天天看 天天扔 啊 散了戏之后 刘汉成跟老太太一块吃夜宵 老太太都准备好了 就是累不累啊 啊 来来吃这个 很关心自己的孩子 吃了半截的时候啊 刘汉成就提到这个事 说娘啊 总有这么一个女观众啊 她站在这个包厢那 往下扔东西 她天天这么扔 她家里得衬什么呀 一座金山 她也不能这么糟金呢 老太太听到这心里咯噔一下子 哦 这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 咱们出门在外啊 咱们是作义 不管怎么说 你师父的话 你得记住了 绝不能出事 更不能在女色上边出大问题 啊 明天 我就跟赵广顺 园子老板说去 女学生的票 不卖 只要是女学生 就要不卖 好 我听娘的 跟园子老板一说 老板 不让卖 老太太有这意思 啊 您看怎么办呢 不是 这个咱们演出唱戏 您可管不了观众什么身份啊 人家都买票 你凭什么不让人家来 不是 老太太说 怕出事 你看 你这样吧 今天 今天咱们咱们 先拦着点 有学生来 不让进 行吗 我今儿过去再说 跟老太太说 就说不卖了 老太太放心 哎 行行行 当天 园子门口 啊 捡票子就开始说了 而且售票呢 也告诉了 学生 不卖 女学生来了 不让进 哎 那个女学生就没让进 为什么不让进 不成 跟您说 我们有规矩 啊 今儿这戏啊 不适合女的看 啊 我那什么戏 也不适合 我跟您说啊 那个我们这个 不适合女学生看 这戏台上不好 女学生看不了 老妈乐了 我能瞧瞧吗 那也不成 也不成 别来了 别来了 不让进 说什么不让进 这是莫分吧 门口转一圈 啊 老妈说抱紧的 这会儿不让进呢 他这会儿乱 咱们待会儿 咱们咱们那儿 咱们喝碗馄饨去 喝馄饨溜一圈回来 他也开了戏了 咱就蒙进来了 啊 要回来了 还不行 还不让进 不是还是你们俩吗 发他不说 你看 白喝了馄饨 咱们再走 咱们再喝一碗 你别蒙过来了啊 不让看戏 喝馄饨管用嘛 站着闷闷哭 老妈给劝回去了 原子经理 跟老太太一说 行了 没让进 您放心吧 老太太很高兴 好 这样呢 能保证 汉沉不出事 哎 老太太 我跟您这么说啊 汉沉是不出事 我快出事了 女学生不让进啊 今儿掉一半座 你知道吗 少来五百多观众 我说那行 现在不让进 您甭管了 老太太 您哪 把住了汉沉 其他的事 都有我了 好吧 打这儿起 天天的 卡在口上 卡着眼 只要是这个 女观众来 就不让进 哎 这一天 这女学生又来了 今天这达本 跟往常不一样 往常弄一合下头 穿着学生的衣服 今天挺好 烫个头 穿着旗袍 这时候拿着手绢 拿把小扇子 老妈掺着 来到门口卖票 火箭米小 一毕业了 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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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怎么呢 你这说不出去了 这不是女学生啊 来了 刘汉沉上场门 一两枪 蹦蹦 啪 手机门又下来了 又来了你啊 汉沉心说 这到底是干嘛的呀 这是 那么说这人是谁啊 哪家公馆的 哪的学生 哪的学生 也不学生 男士华乐部 玉美堂 妓女 叫金凤青 在男士一带一提 他没有不知道 长得漂亮 别的妓女啊 描个眉啊 打个病啊 化口红啊 怎么着的啊 人家没有啊 学生装 啊 在这来说 是个大红人 这机缘老板叫李武 拿他当成掌上的明珠 啊 对外都说 这次我贵女 这次我贵女啊 我是他爸爸 我坑他 真是拿他 当了一坑摇钱树 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他就能出来玩的 他跟别的妓女不一样 为什么呢 身份不够的 他不接 所以他既有钱 又有闲 闲着没事 出来看戏来 啊 可是连着好些日子 不让看 心里真着急啊 怎么办呢 我怎么能见到刘汉臣呢 而且再在包厢里边看 已经不知足了 这个阿三到现在没有消息 打扶自己的老妈子 找着剧场卖票的伙计 说你到后边找一下阿三 叫他来我有事 功夫不大 被阿三找来了 哎呀 阿三呢 你说那事怎么着了 我们是想请刘老板吃顿饭 哎呀 这个是很忙啊 就最近刘老板很忙啊 这个没有时间呢 没有别的 你呀 多帮忙 我不让你白折腾 拿出银元来啊 塞在手里边 你看 这个是 这就不好讲了吗 这个 好吧 我去 我去和刘老板讲 好不好 哎 您多受累吧 两天之后 又来到园子 打扶人 被阿三找来 怎么着了到底啊 啊 怎么着了 啊 花完了 这什么时候 能见见刘老板啊 明天吧 啊 明天 明天 到正午的时候吧 好不好 啊 咱们别上远速了 这个燕村楼吧 燕村楼 二楼 好不好 到那个包间呢 我们到那里去去 去坐一坐好了 你说的是真的 我不能够骗你啊 我去找 找刘老板谈这个事情 好不好 明天正午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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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戏 回去了 转天早晨起来 哼 刀吃的干个尖尖 漂不亮尖的 带着自己的老妈子 金凤青 来在了燕村楼 坐在二楼哑尖 跟伙计说 我们这等人 啊 伙计说 您这是怎么回事 请客呀 对呀 我们今儿请人吃中午饭 好 您来太早了 早点还没撤呢 炸油条 那锅还没撤 你看了 别废话 别废话 等不了了我都 等着吧 坐这等着 一会儿听楼 听着 登登登登 脚步声音 金凤青乐 快开门 快开门 哎 老妈一开门 这不是活着 这是 这活着啊 哎呦 我们还不来呀 简断接说 就是一上午 金凤青这心里边 叨动了七八十来遍呢 就盼望着刘汉臣能来 一直等到正午十二点 就要听楼底下 帐房仙人的喊 老上牙子 金凤青这 进了噔噔噔噔噔 直跳 心说 来了啊 日里思夜里响 我最最心爱的刘汉臣到了 听着楼梯上 蹭蹭蹭蹭蹭 脚步声音 来到上面 一打着帘子 啪 阿三进来了 哎呀 金凤青站起来呀 就觉得喘气都不晕了 心说 头里是阿三的 后边就是刘汉臣了 就听后边紧跟着 脚步声也来了 噔噔噔 阿三你转身 火就进来 点菜吧 啊 这大姐等一上午了 啊 点菜吧 心凤青一嚼 哎 流露板呢 哎呦 这个金小姐 是吧 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 咱们慢慢的讲 慢慢的讲啊 坐下之后 叫菜吧 叫了四个凉的 叫了六个热的 烧黄耳酒 连饭带汤都叫得了 坐在这 来来来来 金小姐 我替刘老板先敬你一杯 不是 他他几点来啊 他他他 他今天他是不方便来的 啊 本来是要出来的 要出来 结果老太太找他 有事情要谈 啊 没有办法 我先来吧 咱们是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还是这个地方 刘老板还是要来 啊 来来来 来先吃吧 心里挺憋的 你是这事闹的 我请刘老板 跟包子来了 可又一琢磨呢 也没有他 你也见不着刘汉臣呢 那得了 那吃吧 也吃不要去 九夕宴前啊 就跟着阿三呢 问 刘汉臣是哪的人呢 几岁学艺啊 怎么回事啊 加不上理不短的问 啊 阿三呢 光顾吃 啊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吃过之后 和你讲的一些事情啊 呼 这桶吃 吃饱了啊 只一擦嘴 嗯 往这一扔 啊 刘老板哪人 怎么回事 哎呀 我也是刚刚解释 不太清楚啊 金凤青恨的呀 那明天刘老板能来吗 明天肯定没问题 明天 明天我们到永元德吧 好 不要到这里了 这里的饭一般嘛 啊 我们到永元德嘛 永元德那个肉片 孩子很好的嘛 那好吧 转过天来 啊 正午又来 再聊永元德大饭庄 二楼包厢 蹬蹬蹬 脚步声音 一条帘子 阿三又进来了 啊 这个老太太 那个事情还是没有讲完 啊 他还在和刘老板讲话 哈 我替他来和你们聊一聊天 你有什么可聊 你什么都不知道 啊 哎 我知道点菜啊 来来来 哎 点菜 坐着就吃 一通足吃 啊 吃饱了 站起身来 那我先走了 那么明天呢 明儿你别来了 我没见着刘汉辰 你这饭两个奸章 啊 我问你到底 你能不能把他找出来 哎呦 这个事情 你这样吧 你今天晚上啊 你不要进剧场看戏 你去看他 你疯了 啊 我不进剧场 我怎么看他呀 你站在那个后台 那个门口 啊 散了戏之后呢 这个刘老板 呃 是开着汽车出来的 他在汽车里面 你站在那个口 不就可以见到他了吗 你把车子拦一下 就可以了 哎 你这主意好 你告诉我 后门跟哪 哎 就是拐过弯去 那边那个大铁门嘛 你就站在那里等就好了 啊 在戏之后 你等个二十分钟就好了嘛 啊 你等着吧 喝不急凤轻乐的 行嘞 不看戏了 非要见见活人什么样的 当天晚上 啊 从开了戏 他就站在 后台那门那等着 一直等着 散了戏 喝 心里激动啊 一会儿的功夫刘汉辰就出来了啊 我最心爱的人 我等着吧 等着 等来等去 一会儿功夫 资压压光当当 门分左右 又打里边蹭出了一辆车 这块啊 金凤青还没看明白 被车都没影了 金凤青掏出手绢来 保重啊 顿总吹凶啊 我怎么这么命苦 在鸡院里边是我挑人的 今天我上赶着 啊 我光戒指就扔了二斤了 老天爷啊 还有这个事吗 心里恨的恨啊 回到鸡院之后是 哇哇的痛哭啊 他一哭不要紧啊 鸡院这老板 这礼物下唤 怎么了 贵妮 喂妈呀啊 跟爸爸说啊 有爸爸给你办这事 别哭别哭 好孩子 这风情坐下来 看西去了 瞧见叫刘汉辰的 好漂亮 我喜欢他 我心里恨的好 哎 没事贵妮 没事贵妮 爸爸是干嘛的 咱是吃黑道 你别管了 我找人弄死他得了啊 哎 你哭得更厉害了 你也弄死他 我喜欢他 我就想见见刘汉辰 说算妈了 报警呐 不刘汉辰吗 别管了啊 爸爸出面 我找人去 转过天来 李武啊 还真找人了 怎么呢 他算是 所谓黑道上的人呐 办点这个事 很简单 通过地面上 青红帮的头子 直接把事 就顶到赵广顺这儿了 啊 园子经理 跟你说 你告诉刘汉辰 现如今 有人想跟他吃顿饭 见一面 这事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不见一面 打这起你这儿可有麻烦 别赖我们 赵广顺害怕 别去啊 咱们是自己人的 都是男士这儿 长起来的 都是哥们 你别管了 我给你安排这事 甭管了 事安排完了之后 回过头来 找到阿三 我得见见老太太 把事说了 有人想请汉辰吃饭 如果说不见的话 我估计对咱们这是个影响 跟老太太一说 老太太说 这人是谁啊 损你甭管了 反正是地面上一霸 如果不见的话 恐怕啊 对咱们演出都有影响 没别的 我保着 只要到那去吃顿饭 全学全学把他送回来 绝不在外边过夜 老太太点点头 好吧 你说的话 我听可有一样 我儿子交给你了 带走 还得给我带回来 不能损伤一根寒毛 掉一根头发 你给我一两斤子 老太太 您先数数多少头发 这他出去啊 拢一把 掉几根 我赔不起 我那是跟你开玩笑 你快去吧 好嘞 这么着 赵广顺回过头来 跟刘汉辰说这事 刘老板 您得帮这忙 没有别的 这个 李老板呢 也是地面上了不起的人物 吐口唾沫 砸个钉 剁一脚 死成烂战 这个忙 您冲着我了 咱们一块去 我跟您一块 咱们坐在那吃顿饭 聊几句 我把您送回来 别跟老太太说 刘老板一琢磨 你说这个事 好吧 那就答应吧 啊 不管怎么说 这是成班的老板 说的都挺好 定好了 哪天哪天就来 呼 整个划了布 玉美堂 从早晨起来 扫地就石灯的 啊 准备的非常好 为什么呀 金凤青啊 半夜就起来了 都起都起来 快点快点 今天中午啊 我们跟这个刘老板吃饭 啊 你们起来归这屋子吧 大伙这疼骂街 那不明天中午的事吗 你们这睡觉啊 那不行 都做卫生啊 你扫下 你擦那边 你把这都归这了啊 谁去买几个吊去 哎呀 大姐不是过年 没有卖那个的啊 你这个心情很激动啊 等着吧 转天的正午 刘汉臣没等来 等了一队大兵 登登登登登登登 一进胡吐 把这胡吐戒严了 谁啊 直立都办 楚玉普 上这儿来了 前文书咱们讲过呀 楚玉普啊 是一个大军阀 这种啊 浑浊闷愣 土匪出身 来到天津之后 地面的官员呢 地方的附身呢 纷纷的巴结他 正好今天出来 有人嫁愣着 说现如今啊 咱们男士这儿啊 新来了几位 姑娘不错 上午呢 我们带您去见一见 然后呢 您看感兴趣的话 我们这儿 给您做了些事情 您在天津没有家眷 一人过日子也苦 楚玉普很高兴啊 好啊 咱们看看就不 这么着来了 来到这儿瞧 来到那儿看 找来找去 来到金凤卿这儿 楚玉普一进院 金凤卿正好跟院里站着 四目相对 楚玉普一瞧 一样 这个小娘们可是不错 找那做学龄这个啊 老板呢 这一汗老板 又咋里边 礼物出来 还没起呢 怎么回事这是 一瞧 又可了不起了 有人过来了 知道吗 这是咱们处都奔 哎呀 都奔啊 赶紧上前说话吧 什么叫好听的 哪个鞋间产销 全用上了 这是惹得起吗 哎呀 您老人家 鬼族踏监地啊 今天怎么上 我们这儿来了 啊 没事 没事 让那屋里边 沏上茶 根本没心思喝水 把碗料去 楚玉普说了啊 刚才我看见 你那个有个小娘们 找你可是不错 我这个人这辈子不容易啊 啊 转战南北 禁锢了大仗来 到现在 我的个人问题 没有解决啊 啊 现如今啊 我也不怕您笑话 我才结了四十多回婚啊 我这个日子没法过呀 啊 李武新说是 别人说结四 三回你就没法过啊 家里得打架啊 啊 您什么意思 我喜欢金风琼 旁边 要跟着的 地方上的 什么俯身啊 之类的 掏出来两千块钱 啪扔着这 李老板 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 您得成全了 哎呦 这没得说没得说 归这东西吧 让人归这东西 把金凤青 就送给了楚玉普 金凤青乐意 能乐意吗 一小楚玉普这模样 啊 就跟一个水缸上面摆西红柿似的 小脑袋瓜大肚子 这韩晨呢 啊 勒下跨刀 这后四杆枪 怎么办呢 说不出别的去 也不敢说别的 只能乖乖的 跟着楚玉普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 刘汉晨也来了 来到这一瞧 说跟哪呢 我们见见吧 啊 我这不给人治病来了吗 说瞧不见我都病了 啊 怎么回事啊 李老板叹口气 病好了 连根都烂了 啊 你甭管着了 行了 您忙您的吧 谢谢您吧 把事一说 刘汉晨心里挺痛快 赵老板心里也痛快 这算行了 啊 怎么呢 啊 也没用一块吃饭 也没用喝酒 还更没有什么无中生有的事情 把这个事情就算给平了 实指望是如此 可没想到 这事闹得可是更大了 刘汉晨回来之后 接着唱戏 两耳不闻窗外事 别的事情他不管 可对金凤卿来说 是生不如死 您琢磨 楚与谱那个人 一瞪眼就要杀人 家里边原来啊 大媳妇小媳妇 乱七八糟的好几十个 啊 他只要一生气一变 瞧谁不是眼 掏出枪来 蹬一枪 宝不去就打死一个 是人命如草芥 自己呢 就跟他过日子 也没什么幸福可言 可是也不敢说话 这样的话呢 过了有这么一个月左右 这天呢 楚与谱有事 要到徐州去 楚与谱走了 金凤卿是解放了 多了 我得赶紧去看看戏情 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刘汉辰了 我得瞧瞧他去 往剧场里边一坐 是百感交集啊 人有的时候这一天啊 就决定了不同的事情 啊 十分钟之前 是一种环境 一种心态 十分钟之后 可能就换一个人 啊 金凤卿正是如此 坐在这儿 两眼直勾勾 看着刘汉辰的眼泪 啪哒啪哒就掉下来了 旁边老妈的还劝 哎呀 说您怎么了啊 你别管我 我这心里不是姿势 啊 没别的 你们安排人 不怕花钱 现在更有钱了 楚与谱的仪太太啊 不怕花钱 想方设法的 我想见见刘汉辰 好吧 大夫人出去 这老妈的前台后台凡人 先找到阿三 把事跟阿三说 阿三说这不行 办不到 以前我很为难了 啊 现如今跟您说实话 这事我做不到 阿三做不到 在旁边有一人可听见了 这叫什么呀 说者无信 听者有益 这就过来了 哈哈哈哈 什么事啊 我能啊 阿三 来吧 我帮你这忙吧 这人谁啊 也是戏班里边唱戏的 啊 叫高三魁 唱汪派老生 有的时候呢 在前面垫着 唱个帽戏 有的时候呢 给刘汉辰呢 配个礼子 这么一路角 很聪明 很活泼 什么事啊 阿三说了 你不晓得啊 来了很长时间了 往台上扔戒指 扔各种东西的 老板说了 不让见 现如今人家死气白咧的 非想见一面 而且我跟你讲 他很有钱啊 不怕花钱 高三魁一听这就乐了 太好了 这两天手里正没钱 高三魁啊 抽大烟 当然了 过去洗班里边 抽大烟的人是多的 啊 那这大烟跟现在 这吸毒呢 意思差不多 啊 但是那个毒品的危害力 不太一样 啊 大烟就是婴素 最早的东西叫 什么叫福寿膏啊 啊 据说在医学上 能有什么作用 啊 但是越抽呢 越不过瘾 大烟抽来抽去 瘾就大了 就跟喝茶似的 刚开始啊 一会儿一吨的你能喝 啊 喝些日子就喝不了了 五百五千 一两 慢慢喝去吧 调肥越来越高 这抽烟不行 越抽越刺 越抽越刺 啊 最后他们的抽 带调树苗的啊 太过瘾了 抽大烟也是大烟 后来就发明白面了 啊 白面比这就不一样 提炼出来的 抽白面 老先生可能有人还知道过 讲究抽高射泡 一根烟卷 烟丝拧出一半 把那白面蓄在里边 这么举着 点着了抽 这叫高射泡 不能撒出来啊 后来还有人发明小烟袋 啊 直接拧在里边 这么抽 啊 这就很方便了 啊 这东西是这样 越抽完了呀 越难受 当时是过瘾了 可是觉得很干 很干渴 必须想吃凉的东西 过去有钱人抽完大烟 吃点 那年头就要吃进口的水果 吃那个 能好一点 当然不是每人都花得起这钱 一般有的人 渴也干 喝汽水 可有一样 喝完凉汽水 马上这瘾就上来 刚抽那白抽 还得来 啊 这不是谁发明的这东西 过去来是 旧社会也有这禁烟的 北京就有这 打了之后 先提一头 脑袋上的头发 留一十字 啊 然后强制解烟 一个月出来了 胳膊上咳一十字 拿蓝墨水涂完了 啊 第一次没事 第二次打着 还这样 十字要是有仨 就枪毙 过去的规矩啊 高三壳就好着 西班人喜欢抽烟 为什么呢 太累 有的时候一天是两出戏 有时一天三出戏 而且来说啊 西班里来说 没有过去来讲 没有说一人就盯一活的 啊 我唱小花脸 就这一场 前面有一个店家 后面有一个芥菜 最后可能还有一皇上 啊 都是我这一人演 小花脸 后面天几笔 就是一活 这一晚上 不定出了多少趟 为什么呢 为了活着 这家唱完了 洗了脸 但那家赶 很累 累怎么办呢 又麻痹自己 有的时候太累了 肚子疼啊 这难受那难受 抽一口大烟 短暂的麻痹自己 所以很多艺人那会儿呢 都愿意抽烟 高三壳也是如此 抽可抽 他这戏份啊 供不上 他抽的多 也没钱 怎么办呢 正着急呢 听这么一声 在高老板乐坏了 太好了啊 这事我要给搭个成了 能白得了我吗 好 我跟你去吧 面见金奉金 啊 说您说吧 怎么着 需要我帮什么忙啊 哎 我呀 很喜欢刘汉臣刘老板 但是呢 我想见他一面都很难 您能不能帮我这忙 你放心 我们师兄弟 啊 我们都是戏班的 他唱旗派 我唱汪派 我们这是老生 啊 嗯 没得说 跟亲哥们一样 好极了 那明天 晚上演戏的时候 我还来 我给您点东西 麻烦您转交 好嘞 您别走 一伸手 拿出这么一掐 现的羊来 给您这个 这是谢谢您 您这事闹的 您 这什么都没干 您 明儿还得吗 啊 这这事呢 您们管了 你们白不了您 啊 你白不了您 当天回去 金凤卿夜不成 妹睡不着觉了 摊开了纸 拿笔 给刘汉臣 写了一封情书 把自己的意思 全说了 这么长时间 我如何仰慕你 如何如何 全写上 很希望跟您见一面 写完了都封好了 转过天来 又来看戏来了 刚坐的包厢里边 高三昆就来了 怎么呢 那钱花完了啊 来到这一见 说您把什么东西 让我转交啊 你把这拿走 就把这封信 拿过来了 一伸手 又拿出一张 一百块钱的纸票 这是我谢您的 您受累 把这封信 交给刘老板 好嘞 拿着信 拿着钱 高三昆出来了 出来之后 一琢磨 又这事很难了 讲的是简单的 我给他 他就非跟我急了呀 汉尘是一个 很正直的人呢 嗯 他这一瞪眼 以后别管这事了 我这财路可就断了 我怎么能把这财路接上 让他时间长一点呢 对 得让刘汉尘 给他回封信 有这封信 回去还能勾出下一个一百块钱来 挺好 可是汉尘绝不会写的 怎么办呢 嗯 他不写 我写吧 对 我来吧 这封信 他可没给刘汉尘 晚上回到了自己住的旅店 摊开了纸 拿过笔来 高三昆围的男子 打小学系呀 这个学问不大 幼儿诗学 哪有这么大学问 一琢磨人家这个 不定是哪家的大小姐了 我写的 要是言辞粗俗了 也不像汉尘呢 我得写的文邹邹的 嗯 紫月 我也很爱你 他未必信 我都不信 我都不信 写点什么呢 溜溜的 急了大半宿 猛然间想起来了 我写别的也不会 我这样吧 图个省事 我给他抄一段戏词吧 我把唱戏的词写上 他爱怎么理解 是怎么理解 对 摊开纸 写什么呢 哎 我绘个斩黄袍 我把这写上吧 单风眼来 看端详 果然是一阵好战场 人成队 马成双 刀枪剑戟 猎白两堂 桃花马坐定 一女将 口口哭的北平王 明明知道 故意讲 何方女将 反变梁 写完了 叠好了 装一信夫 转天晚上 一望两望一桥 包厢里边 来了 高三昆到这 这是刘老板给您的信 您瞧这个 真的呀 金凤青结果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朝也四目也想 今天汉塵给我回信了 太高兴了 衬出一张一百块钱来 给您这个 不是你这不合适了 这就 哪能见天这样呢 这 您拿着吧 您受累了 我烦了多少人 都没办成这事 您得办成 我谢您 不是您这 这显得我就爱财了 这就 不合适这个 您别走 我这还有一封信 您把这个信 给刘老板 把信又拿回来了 金凤青坐在包厢里 把这封信 撑出了一桥 担凤眼来看端详 什么意思 哦 我坐在上边 他跟底下 斜眼看我 担凤眼来看端详 果然是一阵好战场 那可不吗 我跟楚书谱这事 这不跟打架似的吗 对对对对 任成队 马成双 刀枪剑 捏为两旁 嗯 对 还有盒子枪 在这里头啊 桃花马 坐定一女将 甭问呢 啊 我就是女将 桃花马 哦 这老妈子 口口哭的北平王 北平王是干嘛的 我这个才书学钱 人家刘老板学问太大了 你看人家写着唐诗啊 不管怎么说吧 这是给我的一个信物 收起来吧 收起来了 那么高三魁回去之后呢 把那封信 拿到家里一瞧 还得回信呢 今儿写什么呢 刀屁三观吧 刀屁三观文明大啊 写挺好 嬉皮流水 都写完了 简短节说吧 连着一个月 每天 给送一份词去 金凤卿就攒了不少了 这就 一个月过去了 金凤卿心说 要这么看 我跟刘汉晨这关系 应该是不远了 你想啊 每次都四六八句 都给我这么写 这样吧 我呀 上后台找他去吧 他这么大一老板 名家名角 让他出来不现实 我找他去吧 对 带着老妈子 问了这个茶房伙计 后台怎么走 找到后台 一问呢 还真有人说 在那屋里边 留了板跟那办戏呢 像这个角 都是单有一间屋子 啊 采匣子预备好了 水盆毛巾 有跟包的伺候着 那不像现在 过去来说 夺的角 也得自己办戏 现在我们一些 大的院团 演员望着一座 一抬脸 专门有人过来 给你化妆办戏 过去不行 过去夺的角 也得是自己化妆 啊 你生蛋 敬愁 过去西边 还有这个规矩 小花脸要先动笔 这丑啊 这一后台 没咱方的班 也得是小花脸先动笔 他先化 他化上了 别人采取化妆 因为去说 过去来说 这个西班的祖师爷 是唱小花脸的 所以说 在西班里边 小花脸的身份很高 啊 打鼓的 还有小花脸 所以西班里边 能主持正义 有事冲他们俩人说 或者打鼓的给了 或者是唱小花脸的给了 啊 有这规矩 过去来说 这个角都自己办戏 像这个身份的 有自己一间屋子 金凤青推开了门 忘了一条 刘汉辰还没办戏 为什么呢 头里边有两处貌戏 那垫着呢 跟这正歇着呢 啊 旁边有跟包的 给拖着茶壶 闭目养神 门一开 金凤青站在门口 这心 蹬蹬蹬蹬烂跳啊 嗯 心说 这就是我 朝思暮想的刘汉辰 呐 现如今是 近在咫尺 每天啊 在剧场里边 我坐在包厢里边 他站在台上 今天这感觉 跟往常不一样 心里边有万语千言 说不出来了 不知道说什么 站着就愣了 可是心里说 你总得认识我 一个是我没少捧你 包厢里你最近 你也看见过我 二一个来说 这一个多月 传书递检 啊 你光唐个诗给我写了多少了 你得认识我 所以站在门口呢 想说话又没敢说 拿眼睛 一看刘汉辰 刘汉辰一睁眼 哎 那么说认识他吗 知道他是谁 啊 就跟 说像一样 这一出场 后边当然 未必看得清楚 说前排这些位 每天都来的 这个 那个 我们心里都有个数 你要说邓雅 我没见过 那瞎话 刘老板也是 知道 捧我的 可是姓什么 叫什么 不知道 啊 站起身来 啊 您找我吗 啊 这一问呢 金凤卿说不出话来 我怎么说 站这啥了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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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哦 你没事 那我 要办戏了 什么意思 你要没事 我办戏 我化妆了 你该干嘛干嘛去 这就是软托 明白人家的事 啊 好 那您忙着 我 我不打扰您了 啊 你到西边后台都这么 你有事没事 办戏了 办戏 忙你的 就是轰你 你绝不能办戏了 太好了 我就被看这个来的 我没看过 你来吧 你看吧 没有这样的 啊 金凤卿很聪明 哦 哦 好 那我不打扰您了 转身出来 啊 回哪呢 回自己的包厢 往这一坐 心里边别扭 准知道 送信的高三魁 这里边有事 啊 等着吧 还没到点呢 一会就得来 正琢磨着呢 高三魁来了 有了满意 我给您写了封信 这回是四篇啊 四篇 怎么四篇呢 哭祖庙这戏最大了 您这个 这回比往常给的多是吧 那刘老板越来越爱您了 您知道 拿着吧 行 这个 明天您有时间吗 啊 什么时候 明天中午吧 我请您吃顿饭吧 呦 您瞧这 让您破费 啊 合适吗 您别说别的 明天吧 劝一场后边 有一个红叶 啊 咱们到那个酒楼 我请您吃饭 您一定要去 哎 您放心 我明天准去 高三魁听到这心里高兴 天津味大小饭店是不少 但是红叶 了不起 在哪 劝一场后头 就现在酒楼汽车站那块 啊 现在这个饭馆没有了 在当初这家饭馆与众不同 比如说啊 你到某个饭店去吧 等一楼 要碗馄饨 六分钱 加鸡蛋九分 啊 什么这个 一大碗热气腾腾 上面还得挑着什么肉丝都挺好 一大碗才九分 你要上红叶八毛 贵 特别的贵 可是哪怕是炒土豆丝 你尝去吧 你吃了一口 你就觉着 哪儿的饭都没法吃了 这么好的厨子 叫红叶 啊 一般人吃不起 太贵了 一行上那儿去 高三坤乐坏了 当天晚上散了气都没吃饭 啊 明天我得吃这个去 转天系是下午系 一琢磨呢 中午吃完饭正合适 啊 上午 十一点来钟 换换医生要洗把脸 又打这儿出来 赶奔红叶 一到这儿了啊 门口的服务员远街高营吧 因为上这儿吃饭都是有身份的 让到里边 说这个有人定好了 哎 对我们知道 您请来吧 里边啊 有一压尖 一推门 请坐 望着一坐 自己很明白 坐在了下手 饭馆里边这坐 分上手下手 啊 就是主位客位 那么什么叫主位 什么叫客位啊 主人和花钱请客的主 应该坐在主位 就是啊 一进门 无论你这门冲着也不开 这个坐 是冲着门 哎 这人往这一坐 这脸看着门 这是主位 有人说了 冲北 不对 那饭馆的门不定冲哪边 啊 下垂手这个 就是背对着门 这是客位 高三昆这个懂啊 往这一坐 等着吧 一会儿功夫 上了二十来个菜 这一瞧 这一桌菜 这得多少钱呢啊 心说这主实在是太有钱了 等着吧 菜也上齐了 功夫不大 有打外边 金丧青进来了 带着老妈子 啊 大模大样 往这上吹手一坐 趁老妈子一挪嘴 老妈子出去 在外边把门给带上了 金丧青望着一坐 有打怀里边 把这一罗信搁在这 高老板 哎呦 您别这么客气 您请我吃饭 这太高级 我吃的这挺贵的 您这是 没事 给您添麻烦 不客气 不客气 尽我所能 尽我所能 您这喜欢刘老板 我应该给您帮个忙 哦 汉晨跟谁学的 跟 齐林总啊 周信芳 哦 他唱的是旗派是吧 对对对对 您是我唱老生啊 您懂啊 你也是旗派 不不 我唱的是汪派 他唱的是旗派 哦 金凤卿点点头 那你看 这好几十封信里边 有一段词是旗派的吗 这都是汪派的呀 啊 我一天一百块钱 就买段词啊 我可扫听了 买一本京剧大官 花不了这么些钱 啊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实话吧 哎呦 高三口一听啊 脸疼就红了 人家知道了 哎呦 我说您这 你还这事闹得 我 我不是诚心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诚心的 我可告诉你 啊 这个东西 不是刘汉晨写的 可有一节 这上面 写着刘汉晨的名字 我就当他是刘汉晨写的 千年的文字会说话 不管到哪 白纸黑字 这是刘汉晨 高三口一听着 心里咯噔一下子 坏了 人家这是 威胁我 哎呦 我说姑奶奶 这事是我错了 千错万错是我的错 我可是好意 我不是想骗您 我承认啊 这是我写的 可我为什么骗您呢 我是这么想 难为您一片真心 喜欢汉晨老板 可这个事呢 也不是着急的事 三言两语也做不到 保不齐 过俩月或者过三月 就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把此事促成 所以我 我狗胆包天呐 姑奶奶 您原谅我 是我自己写的 这事是我错了 您原谅我吧 我是好意 高老板 您既然把话 说到这份上了 我再说别的也不合适 我还告诉你 你别害怕 这个事 我不追究了 真也罢 假也罢 这事算是过去 以前给你那些钱 不要 不算什么 姑奶奶有的是钱 这算什么呀 你拿走 随便让你花去 还告诉你 你看这儿了吗 你伸手 掏出五张 一摆的来 啪 往这儿一扔 这个也是你的 知道吗 拿走吧 姑娘 我这个 我有点不要脸了 我这就 我回去我还得写 我还 不这事过去了吗 我给您写封感谢信 我左右手一二来一封 废话不够你说的 行啊 这事啊 就到这儿 不过你可记住了 你欠我的人情 说完话 站起身来 拿着自己的包 推门出去 是扬长而去 高三坤坐在这儿啊 浑身出了一场透汗 心说这叫什么事 挑大拔哥 人家这位 了不起 别看是个女的 做出事来比老爷们还刚强 我干着 我干着叫什么事 心里难受 叹了口气 哎 伙计 上米饭吧 都凉了 光害怕了 都吃完了 回到后台 瞧瞧汉晨 就觉得亏心 他要不说啊 其实这事也没人知道 晚上闲着没事 跟阿三念叨这事 就这事啊 真悬 你把它导给我了 现在如今 人家这位 看是你们老板这位 不死心呢 但愿可别出事 真出了事 够咱们喝一壶的 这种花钱如流水一般呢 惹不起人家 阿三胆小 把这事呢 跟汉晨就说了 老板啊 有这么一个事情 一五一十一说 刘汉晨一听这会儿 就上去了 你把他叫来 把高三坤找来吧 哦好 阿三出来了 哦 高老板 刘老板叫你过去一趟 干嘛呀 有事情和你讲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我怎么能够讲那些事情呢 我没有讲这么细的 告诉你 就你这破嘴说在了 什么事就不能告诉你 嘴太快 当然了 我比你还快 是吧 我不告诉你 没这事 去吧 来到这屋 师哥 再瞧刘汉晨 面沉似水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 咱们在外边是唱戏的 咱们不是出来胡作非为的 作为艺人来说 出不起事情 又何况咱们呢 人生地不熟 在天津这唱戏 啊 要加着小心 你知道你得罪谁 你知道你会惹上谁啊 啊 这事不算完 你跟我走 见老太太去 哎呦 师哥 你别见啊 我错了 愿我我嘴快 啊 我不该跟阿三说 啊 行吗 阿三的嘴也快 他不该跟你说 啊 咱别跟老太太说了 喊成叹口气 你不知道我也嘴快吗 啊 不跟我妈说 我难受的哈 啊 打小到大 没有什么事 瞒着我母亲 走吧 这事闹 走吧 发昏当不了死 来的这屋 跟老太太一说 刘汉辰大笑死啊 一钉点都没瞒着 一五一十 怎么回事 出了进去 全说了一遍 老太太听完了 闭上眼睛 半天没说话 屋里边的气氛 很凝固 人就是这样啊 有什么事 马上说出来 这没事 啊 你看刚才这事 怎么怎么着 我们把 把您屋里的玻璃砸了 啊 玻璃砸了 你说这孩子们 淘气 这找一师傅来换什么 这就没事了 就怕这个 把玻璃给您砸了 你看这怎么办呢 这不说话 闭上眼 估计 这后果很严重 老太太闭上眼 半天没说话 琢磨这事 汉辰站在边上 低头无语 等着老娘的吩咐 高三魁这汉 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答 可就下来了 抽眼看着老太太 老娘 您是琢磨事 您是睡着了 您给个活话吧 老太太 睁个眼叹了口气 唉 我不容易啊 嗯 孤儿寡母 这么多年 尤打二十多岁 守寡 守着我儿汉沉 十指帮 他成了大角 我自己的晚年 能过得舒服一点 所以说咱们 不能出事 三魁啊 这是你的不对 你没体谅老娘的难处 娘不容易 高三魁心说 我也不容易 我练了一个月的书法 每天一百五千 写篇大字 哎呀 娘啊 这我我知道我错了 你也别着急 这事反正人家也说了 过去了 他也不追究了 这事就拉倒了 你也别往心里去 你说拉倒就拉倒了 你想一想 普通人 谁会这么花钱呢 啊 一辞一百 一辞一百的 他今天说没事 你担保得了明天没事吗 有朝一日 我而汉塵 有个三长两顿 谁能担这事啊 高三魁一听 干了 老娘 您说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啊 孩子 我可没有别的办法 别怪 老太太我心狠 娘 我把他宰了去 别胡说八道的啊 一点正行都没有 去 被赵老板给我找了 哦 对 咱嫁货给他 去去去 去 快去叫去 哎哎哎哎哎 来到前面 找赵广顺 啊 拿手一拍赵广顺间本 赵老板 你惹祸了 知道吗 好好的买吗 你不干 你这是要疯啊 你 啊 哎 三魂 兄仔 怎么了 怎么了的你 别拆着明明装 胡同 知道吗 想当初你记得吗 啊 那个 男士开机院的李勒万 找你来 你准备带着汉塵上那去 我好尝试 对啊 破案了 老太太知道了 去吧 传你呢 啊 说起来说 剧场老板 接着演员上唱戏了 演员的母亲 他也不见得当回事 可分什么演员 拉大幕那也就差着 你这是主演呐 你指的他卖钱呐 贴上刘汉塵 乌泱乌泱的往里进人呐 那拉大幕的换谁都行 我去我去我去 老太太这是怎么的了 赶紧来了 干戏班的吗 那个眼睛是八面玲珑啊 什么都会 啊 聊一脉不进了屋 一瞧老太太坐那儿 绷着脸 啊 赶紧过来乐 哎呦 老太太 老太太 嘿我的娘 都这么喊 戏班后台都坐院 啊 来在这 老娘 怎么了 生气了老太太 谁惹您了 谁惹着我了 广顺哪 哎 老太太 哎 你这不能呆了 我们得走 你打发人买票去吧 明天一早 我带着汉塵 我们就回去 您 您怎么了 我的亲娘 您这是坑我呀 啊 咱不提合同啊 说那个都没用 我兄弟跟这儿唱怎么了 哪儿伺候不收到了 您走 您这是要我的亲命啊 嗯 我是干了这么点糊涂事 那是不得已 高三哥说 对 对 你就不能这样做 你知道吗 老太太说 等会儿 这事里不对啊 怎么还有你的事 是老太太 我承认这是我干的这事啊 啊 不过那事不过去了吗 老太太一瞪眼 你说过去就过去了啊 今天没事 后天没事 你能保证哪天 他不找进我儿子啊 这一摆一摆的给着啊 你等会儿这样 这我没听清楚 怎么还有一摆一摆 你问高三哥 赵老板一回头 兄弟 这不是一回事吧 你这不对 你往坑里领我啊 哥哥 你看你听老太太说 听老太太说 老娘啊 到底怎么回事 我这都胡一脑子汗的 这个急死我呀 怎么回事 哎 老太太叹口气 把这事 一五一十 全都说出来了 是这么回事 啊 所以说现如今 我要走 我带着我儿子走 戏班留在这儿了 你爱接谁接谁 整个底包龙套 连这箱都搁在这儿 我们走 我们得逃活命 不是 老太太您这个 您别找这个急 首先说啊 那个女的是谁 咱们也不熟悉 是不是 再一个 她来这么些日子 她无非是一天一百小钱 这么花着 她买点细词回去 是吧 她也未必能把我兄弟 怎么着了 啊 有我在 我保着她 您不放心吧 我保着她 谁保着你啊 高三坷过来 我保着她 你出去 去吧 去吧 天乱啊 你这个祸头玩意儿啊 老太太看上她长起来的啊 怎么办 这个 哎呀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的亲娘啊 您是不能带着汉塵走啊 啊 这一个月的戏票都卖出去了 啊 她走了 谁唱啊 嗯 老太太 您这不要我的命吗 她走了 难道说您让我唱吗 我唱有人看吗 啊 我不 要不三坷唱啊 啊 三坷想想 哎 也行啊 我这么些年想唱回主角啊 赵广顺瞪他一眼 你别掺和了啊 这个事要我说不难 我有办法 老太太说 您有什么办法 嗯 你能救得了我儿子这危难吗 没问题 不就是来一女的 看上刘汉塵了吗 我把 这个念头给他断了 不就没事了吗 你怎么能把这个念头给他断了呢 老太太 咱们这样 我办这事 我一会就出去 啊 找各大报刊 咱们登启示 刘汉塵 马上要结婚 三天之内 啊 让他结婚 他一结了婚了 那女的一瞧 完了 结婚了 就不琢磨这个 您觉得这法怎么样 啊 老太太想了想 说走啊 是吓唬他 真走 你得赔人钱 来之前几个月的包银拿了 钱你都拿了 你走给人退钱 不光退钱 包损失 这一月票卖完了 啊 夺的损失 你赔不起啊 明明不走 但是 得寻求地方上 这戏园子老板的保护 你得管我们 你接着我们呢 老太太很聪明 想了想 好吧 只有这样啊 才能够把汉塵救了 这个事啊 你去办吧 他父亲死得早 啊 长辈就是我 我说了算 但是 领来了这儿媳妇 得我瞧他过眼儿去 我说行 这事咱们马上就定 好不好 好嘞 好 我去办去吧 赵广顺出去了 高三昆也跟出来了 赵老板 你说 他不找汉塵了以后 会不会找我呀 你要方便 你连我那份也找 去去去去去 你就是祸头 早晚刘汉塵得死你身上 果不其然 到后来 刘汉塵要没有高三昆 也不至于被打死 出去 当天晚上 老太太跟吴坐着呢 赵广顺回来了 娘 哎 广顺呢 怎么着了 我给您带了一个 您瞧瞧吧 好啊 你这快 您瞧瞧 我办事错不了 来进来吧 一推门 大外边进了一姑娘 往这一站 老太太一看 好 怎么呢 他往这一站呢 亭亭玉立 透出一股子书卷气 啊 您看看这姑娘 我的老姐夫 他们老爷子是个中医 一家子厚的人 您放心 没有那鞋子歪的 啊 这姑娘还上过销 时文短字 来 见过老太太 老太太您好 嗯 抬头我看看 一抬头老太太一瞧 挺好 虽然说不是很漂亮 但是呢 面带忠厚 像个过日子人 挺好挺好挺好 行 那个 闺女啊 呃 是这么回事 啊 我儿子叫刘汉晨 你知道吗 啊 我听说过刘老板 啊 嗯 疑人哪 也不容易 老大不晓得了 我这说给他娶媳妇呢 成个家 呃 你愿意吗 闺女 呦 老太太您说的 要不愿意 我就不来了 好好 好 广顺哪 没问题 我很满意啊 这事就定下来吧 好 老太太 急不如快啊 三天之后 我花钱啊 咱们天津 登英楼 楼上楼下 三层楼都包起来 大牌艳艳 待客不收礼 什么叫待客不收礼啊 您上这来 倒洗来 您可别花钱 说来了 你花钱 随份的 对不起 不预备账房 什么意思呢 哎 就是愿意啊 真心的对待各位 而且来说 告诉大伙 我们这事 不是拿这当买买干 因为过去有这个 啊 一没钱了怎么办呢 啊 我过生日都来吧 呼噜呼噜都来了 随份子吧 是吧 这给五块 那给十块 大伙凑钱 还是他那 两块钱一桌子 让大伙吃 啊 都走了 坐着一数 这合适啊 下礼拜又打电话 我又过生日 我算错了 我算错了 啊 来吧 他拿这当生一干 嗯 现在这个不给启照了 啊 原来不给启照了 啊 消息传出来 整个天津轰动 呼 留了百姓 结婚了 咱们得去呀 戏迷们都来了 啊 有头有脸的朋友们 也都来了 整个登营楼 楼上楼下 这个热闹啊 高三窟跟着忙活着 哎 大伙吃好喝好 啊 今天喊臣结婚 大伙一定啊 别委屈了 来来来 我替他敬大伙啊 忙活着 正忙活着呢 服务员过来了 那会儿叫查访 高老板 有人找您 这忙着呢 哪有时间呢 是我们说 您这忙活过不过来 谁呀 道喜的 让他找一地吃就行了 不用随份子 不是 来一个 来一个 像是富富人家的千金消息 说跟您问戏词来的 我得见见 我得见见啊 我得瞧在哪儿了 就在门口呢 哎哎哎哎哎 转身出来了 到门口一瞧 正是金凤青 再瞧金凤青 这脸铁青铁青 站这等着呢 姑奶奶您来了 啊 什么事 您怎么意思 您可别吓唬我 我知道您是好人 没事 啊 高老板 我感谢你 啊 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这全当练字的啊 好 哦 把这个给您 拿出一袋钱来 嗯 不是您这 不是 您别吓唬我啊 我 我可不敢了 给你就拿着 不是 再写就得翻头了啊 我就会这几出戏 啊 你讨厌 你学得有嘴话说的 我有事求你 姑奶奶 你是我亲奶奶 但我说好啊 我办得了办不了 你可别为难我 我还得跟戏班里边混呢 我得指着刘老板吃 干嘛说这个 就是他结婚 今天你来了 这层关系 别人不知道 我很清楚 而且这里边还有我 不能把我牵扯进去 真怕他是翻车 这一进去哭啊 一周周 一骂街 又哭又闹的 事一刀 就是我的事 搬不起 先拿话稳住了 姑奶奶 你是我亲奶奶 没别的 啊 以前都是我的错 您饶了我 什么事咱都好上了 住院 明天 红叶 我请您行吗 嗯 红叶 红叶那儿的饭 我都不吃 啊 我来是跟你说事的 伸不动 绑不咬 你就帮我一个忙 你能做到吗 行 您说吧 好 这钱我可给你了 这是一千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我这儿有一东西 你把它放进刘汉成的大衣口袋 炸弹呢 啊 不是吧 你看我像那人吗 那哪有准去 花这么些钱了 买个炸弹 你准舍的呀 奶奶 亲奶奶 咱别理系啊 不是 这是一封信 哦 里边有刀片啊 你拿手摸摸 哦 没有啊 披霜 我报警了 别别别 我给你割口罩了行吗 啊 您们管了 这事交给我了 姑奶奶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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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金凤青走了 高三铲心说 这事没事 这无非写封信呢 嗯 说说这意思 现如今呢 刘汉晨都结婚了 看见这封信 也无非哈哈一乐 或者看完一生气 一撕了 这事就拉倒了 再找我 我不管了 对 好主意 屋里边楼上楼下 汉晨挨拙得敬酒啊 把外衣拖下来 挂在边上 高三铲一望两望 没人了 一伸手把这封信 本 给掖在口袋里边 大伙接着喝酒吃饭 两口子回去入洞房 一夜无书 转过天早晨起来 新媳妇起得很早 啊 为什么呢 那会儿的女人讲的这个 知三丛 小思德 明九珍 董七烈 得起来 啊 有什么活没有啊 伺候婆婆呀 弄个早点的 七个茶 收拾收拾屋子 这都是应该做的事情 这都忙活完了 一瞧昨天呢 汉晨回来 可能也是累了 这个上衣就扔在这扔着 怕有褶子 赶紧拿起来 抖愣抖愣 一抖愣 这个衣服拿的时候不是抵着领子 是抵着边上 再一掉过来 不等 这封信出来了 出来了 拿手一剪 一瞧啊 这信缝可没封着 口张着 而且这信纸 没完全塞进去 跟外边淡着这么一块了 翻过来一瞧啊 这个信缝的面上 没写字 啊 有一个口红的印 而且这口红这不大 一看就知道嘴小 这么大个啊 我这嘴的那么大个 一瞧就知道 这是女人的唇红 心里咯噔一下子 信缝开着呢 把信纸抽出来 一瞧上面写着 心里可不是滋味 怎么呢 没写别的东西 通篇写的都是爱 啊 各种笔体的啊 钢笔的 铅笔的 某笔的 水面都有 写些这个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拿去给自己的婆母看 汉晨的母亲一瞧这个 心说坏了 这出事了 看起来想当初那女的没死心 再这样发展下去 我儿汉晨就毁在天下 派人去把高三魁叫来 准知的是他的事 怎么呢 他是祸头啊 把他叫来 老太太一问 你说实话吗 这怎么回事 这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呢 啊 我可告诉你 你跟汉晨年岁相仿 亲兄弟一样 我哪里当我亲儿子这么疼 啊 你能眼睁睁瞧着你哥哥 让人家暗算了吗 而且到如今来说 咱们不知道人家对方的底细 你这样做怎么行呢 你说吧 这女的是谁 到底长什么模式 高三魁也不敢说 也不敢不说 那个什么 啊 他就反正是一女的啊 爱看戏 个儿挺高啊 输一大辫子 金凤卿不输辫子 烫个头 他说输一大辫子 输一大辫子啊 那个他喜欢 没有别的意思 老太太您甭多想 老太太说那不行啊 找去吧 把剧场的老板赵广顺给我找来 赵广顺来一抢 老太太这眉毛都凝上了 老娘啊 您又怎么的了 没别的 赶紧出去安排 买票 我们走 天津不畅了 赵老板说 您怎么回事这是 不说好了吗 给汉晨成家之后就不走了 不走了 现如今又出事了 一大高个儿 一姑娘 输一大辫子 每天跟剧场这 堵着汉晨 这事怎么办 你出主意吧 哎呀老娘啊 我能出什么主意 只要您不走 您说出什么来 我完全答应 老太太想了想 我说广顺哪 我们是作义的 走到哪儿 就是卖这身能呢 在天津唱红了 这是好事 我干嘛要走 我不愿意走 可有一样 要是在这不安生 不走又不行 你既然留我们 我有三个条件 你必须得答应 还有老太太 慢说三个啊 三十个三百个都答应 您说吧 只要留汉晨不走 好 第一 你给汉晨配一辆专车 能做到吗 能 您们管了 啊 这事交给我 一会儿就来 我去办 好 第二 配保镖 能做到吗 您说吧老太太 啊 要多少个 要四个 我给他来四十个 好吗 您放心 保证他掉一根头发 我立根起肝 好 第三 刘汉晨在天津唱戏 不应酬任何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来请 我们一概不应酬 只唱戏 啊 你能做到吗 您放心 有这个 我等着 只要他不走 说的都挺好 老太太乐了 好 这三个条件答应了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您说 只要我能做得到 戏园子门口 贴张告示 留辫子的 不让劲 老太太 要不您宰了我这了 啊 这给我管得了人家吗 咱不能光卖和尚啊 是不是 爱看戏的兔子能够多少 那我不管 啊 就是那个人 他刚才说了 大个儿 留一大辫子 这姑娘来了 不让劲 哎呀 要了我的命了 行 您们管了 我安排去吧 转身回来 说弄一车呀 简单 啊 安排好了 又找四十个保镖 你想啊 这赵广顺呢 干戏园子的 过去来说 开宝局啊 赌场啊 开戏院 开戏园子的都有点背景 手底下没人不行 啊 找了四十个流氓 一个个穿着轰轰轰轰的 手里拿着棍子啊 跟着刘汉辰 这都好办 啊 关键这 不让大辫子 进戏园子 这也说不过去 想了两天 赵广顺想一主意 天津有一位黑社会的头号人物 袁三爷 就是袁文汇 来到这 送礼 说事 最后袁文汇给出一主意 打日本县兵队 借了俩日本兵 扛着枪 站在戏园子门口 这出一个布告 日本县兵队布告 刘辫子有伤风化 严禁看戏 老百姓多嚼骂街啊 信说这日本人也太没溜了啊 留辫子都不让看戏啊 好些人呢 也不跟他置气 再一个过去来说 说真正大公的小媳妇看戏的 终归也是少数 金凤卿啊 好几天没来了 为什么呢 写了那封信之后 不知道刘汉辰家里会怎么样 也后悔 你说 真因为我这个人家打起来 动了手也不合适 可是不给这封信呢 自己心里难受 沉了好几天 得了 事儿不管怎么说 戏我是还要看的啊 喊过自己的 随身的这老妈子来 准备衣服啊 书头换衣服换鞋 咱们出去看戏去 一琢磨 说往常每天呢 我都是穿旗袍烫头 可是我嫁给处于铺之前 我的导师是学派风格 像个念书的 咱们这样吧 被书头师傅喊来 输个辫子 我做学生打扮 我估计他瞧见我呀 就爱看我了 倒是漂不聊聊 干干干干干干 弄一大辫子 老妈跟着 来到门口一瞧 一瞧这告示 把金凤青气的呀 呵 太缺德了啊 他怎么知道我就是书辫子了 不让进拉倒 站在门口生气 又打旁边 高三魁过来了 怎么呢 高三魁饿了 出去买东西正碰见他 一下堵上 你别走 哎呦 您瞧 这碰见你了啊 您怎么着 您看戏呀 不是不让看吗 啊 是您 您这是看见告示的 先留的辫子呀 啊 别废话 别废话 到底怎么回事 奶奶 您是我亲奶奶 您别挤得我了 我真没辙了啊 哎呦 您说您 您别别别 别要了我的命 哎 见刘汉辰一面 实在是太难了 哎 你身上 有没有刘汉辰的照片啊 你给我要一张 你要做干嘛 嗨 我估计以后看戏也不容易了 给我一张照片拿在身边 什么时候想他 什么时候看他 以后我也未必出来看戏来了 哦 哼 那敢叫 我这还正好有一张 为什么呢 头天上午啊 报社的来了 啊 要做广告宣传 汉辰有一张照片 搁在高三骨身上了 拿出来了 你瞧见了吗 这张照片整合适 而且是变装啊 看看吧 接过照片一瞧 小伙子这精神呢 金凤青叹了口气 得了 我这后半辈啊 就指着这张照片活着了 把照片搁在包里边 带着老妈子转身走了 高三骨一头冷汗 谢天谢地啊 啊 打这儿起 如果说他不来了 这可是太好了 啊 祖宗积德 我这场事算是过去了 挺好 打这儿起一连一个月 金凤青没有到戏园子来 后台也觉得平安无事 出了进去四十多保镖跟着 啊 跟着汽车跑 啊 刘汉晨坐在车里边 前半二十人 后半二十人 啊 跟着车跑 老百姓都纳闷 这什么意思这是 啊 这怎么回事 这车前后都是人呢 前面这二十个 一五喝六的 这喊 躲个躲个躲 躲 来不来 唱戏都过来了 啊 老百姓也纳闷 唱戏的这么大事 啊 一瞧前面这帮人 拧着眉 瞪着眼 也不敢说 都往边上躲 躲个边 没看见吗 坐过来了 谁的摊啊 往这边挪 谁的车 爆房去 啊 谁的孩子哭呢 帅子 啊 说这意思啊 汉沉心里挺不老人的 一个唱戏的出来 到了扰民的地步了 那么简端结说呀 过了很长时间 金凤青 也没来看戏 这天 后台来的人了 说我啊 是这个星期六晚报的 当时在天津来说 大小的报馆 林立 星期六晚报是其中的一家 专门登点这个 八卦新闻呢 花边新闻呢 普风捉影吧 啊 这个演员 谁谁谁 啊 跟哪个大军阀跑了 哪个名演员 怎么怎么着了 都登点这么 啊 很厉害 说我们来了 我们采访一下刘老板 那个准备给您出一特刊 您在天津越来越火 汉沉说这好事啊 旁边呢 赵广顺也说 这是好事啊 您什么 约个时间吧 这记者说这样吧 今天明天不成了 后天 后天我看您的戏啊 比较轻一点 下午没有 晚上有您的戏 咱们约后天的上午 上午十点钟 国民饭店 二零三房间 我们在那等着您 好不好 好嘞 回来之后 我跟老太太一说说 后天有这么一事 这不是应酬啊 就是记者采访 宣传一下 老太太明白的 去吧 嗯 这不要紧的 到那说话留神啊 记者都厉害这呢啊 好吧 都说完了 顶到这天 早晨起来 练完了早工 洗脸漱口 吃完了东西 有车 把刘老板送到了 国民饭店 来到国民饭店 一直往里边走 有查放领路 上二楼二零三 登登登 敲开门 一敲这门呢 这个门没锁啊 门开了一道负 拿手一推这门 往里边迈了一步 一瞧正对了那沙发上 坐着一个人 金凤青 啊 大屋吃的这漂亮啊 比往常都好看 一瞧刘汉晨 蹭一下子 这位姨太太站起来了 拿手一指他 汉晨 我想死你了我 啊 您不是星期六晚报的 我买通他们 框你来 哎呀 这叫什么事 对不起 我要告辞 你等会 你要是走 我大声的喊叫 对你这一代名铃来说 可不是好事 我有话 要和你讲 一肚子苦水 要跟你聊会儿 你坐下吧 我也不会吃着你 两个人坐下 说话 门就关上了 那么 关于这一段来说 历来的 演员们 所描绘的 不一样 说什么都有 啊 有人说过 说汉晨啊 跟金凤青 春风一度 也有人说啊 说这个 说话没说两句 高三魁找来了 啊 刘汉晨走了 高三魁留着 春风一度 具体怎么回事 我是没赶上 啊 关上门 两个人在屋里边说话 上午十点钟进去的 下午四点钟 刘汉晨出来的 具体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能给人瞎编 啊 从这儿出来之后 刘汉晨出了门 叹了口气 什么都没说 本园子唱戏去了 可是 国民饭店这些 查封们 是互相的传这件事情 那说什么就都有了 人嘴两三皮 啊 有会说的 有会听的 是不是啊 不定说什么了 越传越厉害 没两天 天津大小的小报上啊 全登这条消息 都说了 刘汉晨 与直立某高官 楚某某爱妾有染 可了不得 天津城 没人不知的这事 那么这个消息 就传到了 楚玉浦的耳朵里 楚玉浦是刚回来 有打徐州 回天津 一进天津 这耳朵里都灌上了 啊 报纸上登车的事 这不像话 那么说是不是十分震怒呢 也不是 第一 他本身土匪出身 啊 他把儿女私情看得很浅 无所谓的事 第二 金凤卿在嫁他之前是个妓女 啊 说指望他 欲接兵卿 走到哪儿 针接牌坊 跟到哪儿 楚玉浦没这么想过 而且他本身好几十个仪太子呢 无所谓 不过听这话心里恨的 喝他娘的啊 这个出去这 结恰功夫啊 惹这么早的祸 啊 心里挺恨的恨的 回到了房间一瞧啊 金凤卿不在 土匪出身 他管这个去了 过去气着咔嚓 把背包先抖了开了 看看有东西没有 啊 打开那个 梳头匣子也看了看 手上盒打开 瞧瞧瞧 一拉这抽屉 刘汉晨这照片在这儿 一把拿出来 这是我年轻时候吗 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呢 啊 身背后站着几个 勤务兵直乐 小田娘什么呀这是啊 怎么回事这是啊 定住了心神一琢磨 这个事我得问问啊 先问谁 先问那老妈子 去 把那个须码给我叫来 打外面老妈进来 呀哦 独办您回来了 收办 独办您啊 这是谁啊 呦 这唱戏的 刘老板 喊琴是不是 呀哦 您都知道了 那个没什么事 您别多想 喝 还穿枪的讲嘴 啊 一伸手 把枪掏上来 砰一枪 把这种打躺下 在这儿了 啊 老妈子躺这儿了 再一回头 门口有人探脑袋 谁呀 司机 每天开车呀 送金凤青 去园子那司机 一叫老妈子 他信就咯噔一下子 没喊他 他后不跟着 站门口看 当一枪 老妈子躺地 他跟外边 哎呦 出又扑一枪 谁呀 我 进来 哎 进来了 独办您饶命 我错了啊 说嘛 你就错了 奶奶 唱戏的是 我开车送去的 这就叫作死 一枪打在这儿了 再一回头 瞧这四个秦武兵直哆嗦 怎么呢 这四个秦武兵 是楚御浦 拨给金凤青的 上哪去 他们四个跟着 楚御浦一回头 你们四个知道这个事吗 这四个秦武兵有一头 再瞧这头 这脸只哆嗦了 哎 走走走 独办 砍一枪 这也躺去了 老妈子 司机 这秦武兵的头 仨人躺地去了 一回头一举枪 剩下这仨秦武兵 哭通跪去了 独办 您不能打死我们仨 为什么呀 打死我们仨 谁把他们仨扛出去 对 你们说的有道理 你们仨把他们仨想扛出去 回来为了打死你们 是 快去快回 是 那还回得来吗 那个 仨人扛着死尸 往外就跑 这仨人里边 有一位 特别喜欢刘汉辰的艺术 在来之前 就好唱戏 自打 跟着金凤青去听戏去 打心里边 喜欢刘汉辰的艺术 他爱刘汉辰 比金凤青爱的还厉害了 今天一听这事 今儿坏了 我找刘了晚去吧 我让他赶紧跑 千千万万 别等着受死 料理完死尸 那两位跑了 他奔西园子 找到了刘汉辰 把事一说 您快跑吧 都办回来了 这事啊 翻了案了 了不得了 汉辰说怎么的 您甭管怎么的了 厨一谱 要枪毙你 说完他也跑了 汉辰吓坏了 这作义的招 谁惹谁了 这怎么办呢 这个 赶紧找到赵广顺 说您瞧这事闹了 现如今 如此怎么办 怎么办如此 楚都办要枪毙我 您说怎么办 赵广顺顺顺 你别着急 这事好商量 咱们想办法 在天津城 袁文慧 袁三爷 势力太大了 我找他 去求个情 备好了东西 来到了袁公馆 把这事啊 跟这个袁文慧一说 是咱们后台唱戏 刘汉辰 您知道吗 汉辰我知道 唱得好啊 汉辰他人点事 这个这不嘛 楚都班呢 家有一太太 爱看他唱戏 也就是爱看 楚都班生气了 这不闹着吗 要跟汉辰没完 哦 那没事没事 你甭管了 我去说去吧 话说的轻描淡写 袁文慧也没往心里去 可是他们走了之后 袁三爷坐着一琢磨 也不是简单的事 楚与谱浑浊闷愣啊 土匪出身呢 我去跟他说 一个人面子小 这样吧 我把天津市市面上 这些个有头有脸的人们 都聚齐了 我们一块去求人情侦 要不是这样 刘汉辰死不了 怎么呢 那仨死尸扛出去了 楚与谱往那一坐一坐嘛 这他娘的这叫什么事啊 这本身才是个妓女啊 我不要他就完了 我打死人干什么 这是木游的事 而且他这人忘心大 说这事完了 过一小时你再问他 他就想不起来了 袁文慧带着好几十人 给提醒来了 袁文慧那意思呢 我把刘汉辰这条命保下来 这以后他能给我唱戏 我能指着他挣钱 想得挺好 整个天津外有头有脸的 大富商啊 这都来了啊 坐到楚与谱客厅里 一说这事 他这个都办呢 这个事我们大伙全知道了 您就当没有这事 当时这伙腾冷一些都上来了 把这帮人打不走 楚与谱还得走 去哪儿 到江苏前线督站去 临走的时候给天津 直立军警督察处处长 叫李大森打一电话 你马上把这个刘汉辰给我抓来 啊 这个人私通共党 啊 了不起这人抓住他 立即枪决 说完之后自己就走了 关于金凤卿的下场 是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 在走之前把金凤卿叫来 两个人三言两语之后 楚与谱 不然大怒拔出枪来一枪 把金凤卿打死在地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没在管金凤卿 金凤卿偷着跑出去 后来落在戏班里唱女老生 解放之后在天津 新生京剧团唱马派女老生 我们更倾向于后者 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时间太久 具体什么原因 咱们只介绍到这儿 话分两筹 单说赵广顺 回来之后把事一说 说汉辰你放心吧 啊 元三爷带着天津市 所有的社会名流啊 给你求情去了 你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 汉辰想了半天 不太合适吧 本来没事 你们这么一闹腾满城风雨 没有也是有啊 楚都办那个脾气 他能饶得了我吗 哎你放心吧 这正安慰着他呢 哎 尤打北京来了约绝的了 北京第一舞台 约绝的老板来了 请刘先生到北京去唱 汉辰一琢磨这是个好事 借着机会我躲了吧 带着高三魁赶奔北京唱戏 第一舞台 他走了时间不长 李大森就接着电话了 啊 赶紧抓刘汉辰 来到新明大西院一找 这人没了 马上安排人追到北京 转过天来 晚上五点多钟吧 把刘汉辰和高三魁 在第一舞台 省捆锁绑就抓住了 压到火车上 晚上八点的火车 回了天津 回去之后 这俩人压在了 督察处的大牢里边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也不让人看 消息传来之后 赵广顺急了 这怎么能呢 如果说真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办呢 有心瞒着老太太 一琢磨不是瞒着的事 跟老太太诗说吧 说您别着急 这个事 出那门进那门 一舞一失一讲 老太太是半赏无语 想了半天 一睁眼 赵老板 赶紧派人安排车 咱们去北京 求梅兰芳梅老板 讲这个人情 简断结束 来着北京 求到了三位 梅兰芳 于书颜 杨小楼 这三位 联名写信 写给谁啊 写给大军阀 张宗昌 因为想当初 楚一普在张宗昌的手下 他待过一段时间 希望念这种旧情 能把刘汉臣保下来 而且赵广顺回过头来 听过李景林的关系 找到了海军总司令 毕竖成 让毕竖成也写了一封求情的信 两封信同时送到了 楚一普的手中 楚一普接过信雷 不然大怒 他不认识字 找人给念念吧 有人给念 一说这事 老楚这伙儿更大了 原来以为只是天机人之道 现在这个事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吩咐人给这两位 张都办 毕司令 写回信 回信上写 对不起 您信来晚了 人已经枪决了 回完信之后 拿起电话来 又给李大森打电话 不能再耽误了 马上枪决 1927年1月18号 夜里11点钟 在天津军警督察处 把这两位押出来 吩咐人带绳子解开了 李大森望着一坐 是满面带笑 刘老板 高老板 这些日子委屈您二位了 刘汉晨呢 欲哭泪呀 李处长 他认识他 为什么呢 经常去看戏 也挺捧自己的 李处长啊 我冤枉啊 现如今您说 我这冤枉 我上哪儿去喊去 哎 刘老板 您别多想了 现如今官司完结 楚都办这气消了 没事了 哈哈哈哈 你们哥俩把心 放在肚子里 啊 是真的吗 我能骗你吗 哈哈哈哈 来呀 把金胡拿过来吧 李大森喜欢金句 没事自己也拉一顿 啊 衙门里边预备了金胡 把金胡拿过来 递给了高三壳 高老板 知道您拉弦拉的不错 来来来 您拉一段 让刘老板唱一段 啊 啊 我爱听您二位的 唱完了 您就加走 没事 哎呀 您真想听一段 我们真没事了吗 没事了 怎么了高老板 来吧 定弦吧 哎 好好 太好了 我真没想到啊 这定弦 啊 拉了一个过门 刘汉晨张嘴要唱 嘎呗 闲舌了 啊 刘汉晨高三昆 俩人对视一眼 唱戏的忌讳者 尤其在这种地方 中国人的忌讳啊 特别的重 怎么弦舌了呢 高三昆就傻了 哪也一看李大森 李大森乐了 哈哈 有日子没死了啊 这个 可能是我那天 弄得没弄好 来来来 接上 接上 哎 好 把弦又接上 刚拉了一过门 嘎呗又折了 简断接说 连续三次 弦都折了 高三昆 比刘汉晨事故的多呀 把弦一扔 哭通过去了 李处长 是不是要我们俩死啊 事的如今 您可别瞒着我们 让我们死个明白 啊 怎么呢 连续三次弦折 这叫不祥之道 李大森乐了 伸双手相成 起来起来起来 哈哈哈哈 您二位特意的多想了 好了 算了吧 不唱了 没别的 刘老板 高老板 您二位这些日子受苦了 照顾不周兄弟是多有得罪 两位 回家吧 走吧 李处长啊 正放我们走 正放您走 回去吧 好 我这多谢了 俩人一转身 往外就走 走出五米去 李大森一伸手 把枪掏出来 躺躺 两枪 把刘汉臣高三魂是打死在地 李大森呢 这是够朋友教训 怎么呢 这个人呢 真正说死了 挨着一枪躺去 不可怕 什么可怕呢 死之前告诉你 这最可怕 啊 你看表啊 再过半个小时 我就打死你 来喝一杯 那喝得下去吗 汤汤两枪 把人打死了 自己叹了口气 吩咐人一声 来呀 找席子卷上 次日天明 赵广顺接到了消息 把两具死尸接走 埋在天津西郊小烧着口 离原异地 第二天开始 天津所有的报纸 一概都没有这个消息 往常天津的媒体呀 无事还得吵出事来 但这次接到了风口令 一概不许提 家属也不许说 谁也不许提这件事情 一晃两年过去了 两年之后 刘汉臣遇害的事 才大白于天下 为什么呢 两年之后 楚玉浦在山东 被自己的老部下 刘真年抓起来了 刘真年早天啊 在他手底下当开 后来两个人 有点矛盾就分开了 这一次抓到了 楚玉浦 准备官报私仇 楚玉浦有一个四姨太 叫孙静秋 求到了刘真年 能不能放了都班 可以呀 要四十万 拿四十万熟人 回去变卖家产 凑够四十万 给刘真年送来 刘真年收起钱 只让他和楚玉浦 见了一面 就把人分开了 将楚玉浦 压在一间 姓长的人间的 祠堂里边 一直就没再放 等着这年的 八月初八 半夜里边 楚玉浦睡不着觉 翻身坐起来 桌子上有一副骨牌 自己会算挂 拿骨牌占卜了一下 叹了口气 指着自己 还香忘式 大献一道 冲着大连方向 磕了三个头 因为老母亲在大连 磕了三个头 第三个头 刚磕完 又打窗户外 手枪进来了 哐哐哐 人没打死了 拉出去 就给活埋了 一代萧雄处于谱 就这么死了 也算是给刘汉臣 冤冤相报 长篇单口相声 枪毙刘汉臣的故事 到此结束 这正是 好色风流 不是冤家 不举头 只为阴人妇 难保 妻而否 嬉戏眼前谋 涅满身后 报应从头 万恶因为手 因此上 没赛结人 一笔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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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